各位大家早安 好 高兴我们今天要来 跟各位分享这个主题叫做 公布YouTube影片频道经营 与LINE行销策略研习班 这个名称呢 YouTube影音频道经营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说 这样子一个主题 应该要怎么样去跟各位推广 例如说我们公家机关 我们理论上应该会产生出 非常多部的影片 例如说不及团本如何下载的影片 你们做了吗 例如说如果我今天我身份证疑私了 可能就会有很多人要去相关的单位 办一些相关的手续 或者是良名证 如何申请等等 那应该有相对应的影片 为什么需要这影片呢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使用智慧型手机 他不是在上网去查资料 他就直接打开YouTube 他就希望透过这个YouTube里面的一个影片搜寻的方式 找到相关的知识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站在这个公布立场 应该要制作一些影片 然后来去思考如何制作这些影片 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便利 当然了如果拿掉这个公布应用 其实简单的说我们做好的影片要不要给人看 你会不会希望很多人看需要 所以我也是要从这个角度来去跟你分享这个主题 所以我在课程里面我会介绍你 我个人拥有1800多部影片的制作心路历程 然后如何让这些影片呢 可以让很多的人去观看到 还有就是观看次数如何的上升 这些全部都打开 让你们去了解 当然如果在这个设定的过程中 我们可能还要学会如何制作影片 既然是影片的影音频道管理 那影片的教学我们又只能交一些免费的软件 举例来说我会希望直接你从线上放几张图片 然后稍微剪辑一下影片就做完了 免费版的或者是使用什么 Windows的Movie Maker甚至PowerPoint 他都可以制作影片 我们影片制作完毕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希望发布出去给更多的人看到 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像我的做法是放到脸书上面 或者是说透过LINE行销 那LINE行销是要花钱的 如果不用花钱的方式的话 至少你要设一个群组 也就是说您要跟民众产生一个互动的机制 这互动的机制 我这边我们使用的方式是用LINE 当然也会谈一点点脸书的行销 毕竟现在全世界跟广告最大最大的两大频道 就是YouTube跟脸书不是LINE 是YouTube跟脸书 所以可能我们在这边大家只要知道说 如何去把自己的这个YouTube影音频道 好好的去做经营管理 再来再透过另外一个社群网站 像例如说LINE来去做行销 让我们把想要推展出去的一些活动事项宣导 可以很顺利的能够让民众之间产生一条线 而且是连接线 那这就是要花两天的时间跟各位分享的课程内容 我姓孙在哪里的在太阳的羊 就是我的电子邮件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欢迎您跟我询问 我之前我是在巨匠电脑公司 担任总公司专任讲师 就是到各公家机关教授电脑知识 那民国一百年之后呢 我觉得我应该还要有不一样的人生观跟视野 所以我又跑去国立阳明大学继续攻读我的学位 我比较喜欢从事一些研究啊读书啊教书啊 或者是把自己所会的这些电脑的技能告诉我的学生 因此把自己的一些相关的电脑证照啊 还有就是说这20年以上的教学 我就把它整理变成一些影片 然后一步一步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然后分享给我所有的学员 大概教学的总类有46种 然后分别变成1800多部的影片 全部放在YouTube频道上面 就供大家来去看 我的专业是在 例如说城市设计 办公室自动化 网页 美工 动画 甚至Office系列的 Word itself PowerPoint 还有像CRM Project 这些大概都是你们可以跟我去互相讨论 最近我在一直推的就是大数据分析 所以我用从Excel的角度来去切入如何做大数据分析 还有就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至少使用像Microsoft的Power BI 去看一看视觉化分析怎么做 还有像Table 这些都是我现在一直不断的在去做推广 我就把这些的教学影片干脆就做成放到YouTube上面 你看我在右边有FB 我成立了一个脸书分享 还有右边有YouTube频道 所以如果说等一下你们方便的话 请就加入我的YouTube频道 你就会看到我几乎每天都会生产出一些影片出来 当然这些影片都是牵涉到一些就是说 电脑如何学习 最下面我也放了我的LINE 那如果说您是就是打出真实的名字 我就会直接加你 那如果说你是英文的名字的话 我就会去对一下你们的名单 如果不认识我就不会去加 如果你加我脸书的话 你就直接搜寻我的姓名 我只要是看到这一个人 愿意把自己的相片公布出来 这我都会加 就是如果相片也没有 好友也就是隐藏假 这些人我就比较不会去加好友 好所以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我们的YouTube 我们可能要先让你进入到YouTube里面 然后呢做行道的建立 我们第一件事情呢就要先教你如何登入到YouTube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先透过这里面不是有IE还有Chrome 这两种浏览器吗 我们会希望你使用的是Chrome 因为YouTube它被Google公司买走了 所以它比较好的一个结合的操作结合的环境是在Chrome 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烦请打开Chrome 打开Chrome之后呢 打开Chrome之后呢 因为我们主要是要介绍YouTube 所以麻烦请你到这个地方 网址的地方 请切换到YouTube 到了YouTube之后呢 右上角这边会有看到登入 麻烦请点这个登入 应该会看到是这样子一个画面 所以就请先输入自己的Gmail 只要你有Gmail 您就可以登入YouTube 然后接下来请输入自己的密码 然后点选继续 这样子就应该快接近了完成 那因为我本身有三个频道 所以我们先进入到自己的唯一的那个频道 如果说您没有频道 那就直接进去了 那这个画面一般人是不会有的 那我们今天呢 要跟各位来去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YouTube频道 麻烦请你们现在 动手先登入到自己的YouTube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YouTube影片制作呢? 其实可能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来去思考一下 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有智慧型手机 这个智慧型手机呢 它里面可能最容易被我们使用的APP 有什么?YouTube 还有什么?像例如说App Store 你可能去做一个APP的下载 那当然这个YouTube呢 为什么被很多人使用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影片 而且有过往的影片 所以我们可以 当想要回顾以前的影片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来去观看这个YouTube影片 那YouTube影片 事实上哦 制作YouTube影片的人 很少 大概只有1% 大部分99%都是观看者 所以呢 当您今天 你如果 变成一个YouTube影片的制作者的时候 你已经 变成那个1%了 而且 当你今天 做成这个YouTube影片 别人在网路上搜寻到 而且 你可以享受这样子一个成就 甚至 还可以把YouTube影片 当做是赚钱的工具 确实有很多人 专职在做YouTube影片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YouTube影片呢 简单的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YouTube这个网站咯 那我们就先来观看一下 当我今天我登入到 我的YouTube 当我登入到我自己的YouTube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要先请你观看一下 这个是自己 例如说 当我今天 登入到自己的YouTube频道之后 这边会有很重要的 例如说 创作者工作室 跟这个设定 假设我今天 我想要看看自己 创作者工作室里面 我的影片的制作的情形是怎么样 这就是创作者的工作室里面的内容 那如果您今天想要跟Google公司合作 例如说去突破广告之类的 就可以点这个YouTube设定了 好 所以大概这两个按钮 是很常被我们去观看的 当然还有什么登出 再来呢 这边会有通知留言 就会放在这里 还有一个叫做上传 在这个地方 这边三个 再来这边 是不是看到一个搜寻 因为主要是搜寻自己的影片 再来这边 就会有一些 比较特殊的其他选项了 这个横线就知道 这就是其他选项了 那接下来各位 一定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左上角这边一定放是YouTube的logo YouTube在8月份的时候呢 他本来的logo应该是这边是一个 圆角矩形的红色的一个填满物件 后来他直接把这个圆角矩形啊 直接翻到这边外面来了 好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 所以YouTube的logo改掉了 那为什么这样改 因为他就是一个播放频道嘛 所以他要特别强调讲一下他的这个 也就是说以后看到红色的播放器 就是YouTube的公司 那接下来呢 因为刚刚我在这边 我点了创作者工作室 所以点了创作者工作室 就可以看到这些内容 什么影片管理啊 还有及时串流啊之类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说不去看这样子一个内容 我们来去看自己的首页 自己的首页 可能你看到的这边就是一堆的影片 经常去观看的影片 因为我也不断的去学习 看别个老师的影片 像例如说你看我这边有看什么 吴老师的教学部落格 他的这一部影片 还有像网路教学影片收集的这一部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例如说我自己另外一个频道 大数据分析 这全部都是影片 大致上我们可以把他的网站呢 可以去看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这里面会以创作者 当你登入的时候 是以创作者的立场 来去观看设计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他有一个创作者工作室 创作者工作室点下去之后呢 主要就是管理自己的影片 让你去修改自己的影片 然后做好这些影片呢 然后怎么样再方便让别人找到 简单的说 YouTube这个网站 对于设计者而言 对于当你登入之后 设计者而言 他主要的功能就是要 让你去快速制作影片 还有编辑影片 但是我刚刚有说到 1%的人在做影片 那99%的人登入做什么呢 他可以做学习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我登入了 我去做学习 那我就去找我想要学什么呢 假设我们现在来学一下 YouTube影片下载好了 好当我现在点了Enter 您就会发现在这个地方 我就看到说这个 资讯教学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假设当我今天看了这部影片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YouTube 他就会记录我曾经对于哪些的教学主题是有兴趣的 然后就把这个首页 自己的首页观看的内容去做排版的调整 也就是说假如说今天我看了 我看这一部 点下去我自己做的这个影片 接下来他可能就会在自己的这个首页里面 他可能就会排出来 最近我可能去看一些YouTube影片下载的方法 所以其实从中也大概可以了解我 我最近例如说去看什么 如何学英文啊 还有像例如说做一些有效的一个那个文件收纳啊 还有看VBA啊 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大概是目前只要是登入YouTube网站的人 他可能只是拿来做学习 所以这点可能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的 那我们今天是要去做那个1%制作影片 制作影片然后把它上传上去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观看一下 你自己的一个YouTube的频道 当这个地方点选 点选自己的大头像 然后接下来呢 点选这个创作者工作室 当然啦 你现在可能什么都没有 不过没关系 就好像说我现在我点选这个 然后呢 这边是不是 Excel VBA自动化程式开放 创作者工作室 应该什么都没有 就是全部都是零就对了 因为也没有影片什么都没有 甚至可能连频道都没有 所以等一下我们第一件事情 就要教你建立一个频道 好请你们现在先点 点这个大头照 然后接下来点这个创作者工作室 我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说假如说今天 你有心想要去让就是很多人去观看 然后去赚Google公司给你的广告费 就是YouTube赚钱的方法 它的第一个门槛 第一个门槛就是当你点选自己的创作者工作室的时候呢 你在这个地方就会有什么观探次数 你看我的观探次数 我要告诉各位 我第一年我的观探次数几乎都是 就很早很早很早 当然影片量大概只有几百部 可是就是很少人去观看 可是后来慢慢的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地方就有观探次数 观探次数隔壁就会有订阅者 这个订阅者很重要 因为订阅者呢可能会帮你去做一些什么 分享啊或者是推广或者是来按赞 当然啦只要是登录之后 你可以对你自己喜欢的影片来去点选 例如说喜欢 那当然还可以新增一些其他的小工具 那重点是我要其实蛮看的是 如果你想要去赚钱 你想要去进行YouTube广告的托播 第一件事情 你的这个影片观看量要超过一万 那你看我这早就已经超过了 可是因为我从2013年 2013年我才放上去的 那也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有一天说 你这样每天回答那个学生的问题不是很累吗 何不把你那个教学影片啊 剪成一段一段的影片 然后呢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别人回答问题的别人提问问题 你就可以告诉他说 请你看我的哪一部影片 这样回答不是比较快吗 就是因为他提了一下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乖乖的很努力的去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呢就慢慢的慢慢的 经过了两年 经过两年之后才发现 哇这个浏览的速度突然快起来 所以大概请你们看一下是这件事 因为我们要经营自己的一个频道 所以我们必须至少要有一个频道 就是我们要经营自己的YouTube频道嘛 所以我们至少要有一个频道 那所以怎么样去新增自己的频道呢 怎么样去新增自己的频道 就是说您今天到时候要学会上传影片 没错 但是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应该就是 我要先开一个频道 方便让别人来去观看我的影片 所以怎么做呢 第一件事情一定就是点这个人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创作者工作室 跟这个设定 所以您觉得是点哪一个 设定 应该是设定 因为这是跟后面 我们放进去一些影片的经营管理是有关系的 好那第一件事情 而且不常做 开频道这件事不常做 它是放在设定里面 点选YouTube设定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这是自己的一个账号 这个账号是Google的账号 因为YouTube被Google公司买走嘛 好所以后来就变成说您当Google那边设定成什么 这边YouTube就是什么 所以账号是统一的 接下来呢 这边最下面有看到吗 最下面这个地方 查看我的所有频道或建立新频道 那其实刚刚在设定的最左边那边 其实也有一个频道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地方设定 应该会比较容易一点 接下来呢 您看一下 我本身我已经有一个两个三个 我有三个频道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加 是不是就点这个建立新频道 所以点一下建立新频道 然后如要建立新的频道 这不是管道 因为YouTube You 你 然后Tube就是管子管道 其实我们翻管道不太好 应该翻成频道 如果要建立新的频道 请先建立品牌账号 这个品牌账号 我个人啦 我个人因为我很会爱惜我自己的羽毛 所以我会直接就用我自己的姓名 举例来说 洪瑞珍总是人民吧 对不对 就是你要去建立这个频道 好 你可以自己去思考 举例来说 我今天我为什么用我自己的姓名 因为我有很多老朋友 就是老人家他想要学习电脑 我之前每一年我都会去做那个免费的老人家的教学 我不是到社区大学 因为他们可能也请不起我的 就是他付给我的终点 可能前面低位数砍掉都还不够付我的终点 我是说真的 所以就是我免费去帮门去教 然后呢 我就发现如果我用英文名字 他们根本就找不到我 所以我干脆我就直接用我的中文名字 因为他们会记得住我的中文名字 所以我才会直接建立我的品牌 就叫自己的姓名 那你们可以建立什么 例如说 那大哥你在哪一个地震 台北市地震局吗 好 那当然也许你可以建立一个假设 因为你不能代表台北市地震局 你可以说地震局小监兵 类似这样子一个名称 那我呢 我在这个地方 例如说我想要建立一个就是说 YouTube跟YouTube教学有关系的品牌 所以你看这边我就输入YouTube经营 可是呢 我个人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把我的名字放进去 例如说 假设孙在阳之 最好是直接有这三个字就好了啦 而且我真的请你们今天做 就直接把自己的姓名做出来 因为这是无法取代的 别人在找你的频道很容易就找到 所以麻烦请你输入自己的姓名好不好 然后接下来就直接点建立 建立 所以这就是建立频道的方法 请你们一定要每个人都建立一个频道哦 所以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到时候它就会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这边就会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这边是不是就变四个频道了 所以麻烦请你们哦 来去动手做一下就是新建立一个频道 第一个点选自己的大头照 然后接下来点选什么 这个YouTube设定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查看我的所有频道或建立新频道 请你们就建立自己的姓名中文姓名哦 因为方便等一下我去查询你们的频道建立的方式 来麻烦请各位建立频道 我们就先来做这一个好了 这一个影片 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您看看我是怎么做的 您看我在做一部影片的时候 一刚开始 一刚开始哦 我是不是会有这样子的内容 在这个地方 我就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个图片 让别人看得懂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一看大概就知道说 这就是影片下载嘛 RequelMP4 就是影片下载 然后接下来 那如何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这样子一个名称 接下来 我当然就要告诉别人怎么做咯 你看哦 一刚开始的时候 这是手机的画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打开浏览器 打开浏览器之后呢 接下来 我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输入YouTube的网址 直接在这个地方哦 把这个 Youtube 只要打完这几个字 大概就可以去搜寻了 您看这边最佳搜寻结果 它就会显示出来 你就点它 也可以快速得到YouTube 然后接下来呢 假设我们现在去找一部影片哦 当然你可以直接点下面这些影片 可是我想要教大家如何去下载 用手机来去下载我的教学影片 好 所以我在这边我就输入自己的姓名 您看哦 我的教学 我的姓名后面 是不是都是接一些电脑教学 最多最多人看的 大概就是 Word Excel VBA大数据 好 对我现在在阳明大学 然后接下来呢 找到了 这下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影片嘛 我就点一部我想要下载的影片 所以点它 点了它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就是什么 把这个 上面一定会有这个网址嘛 因为我现在要准备下载那部影片 所以就直接把 UBE E 这个YouTube 最后这个 UBE三个字删掉 会删吗 会啊 就是你可能手指 要按到这个地方 按久一点点 调到那个E的后面 然后接下来再点 点这个 XX 点一下 好 那个E是不是被我删掉了 然后再点一下它 是不是又被我删掉了 那个 B 然后再点一下XX 然后再点一下XX 你看 是不是那个U也被我删掉了 就删掉三个字母 然后接下来点什么 Go 点了Go之后呢 我们就会出现这个画面了 这个 YOUT 网站 它就是可以把 刚刚我选的那部影片 直接下载下来 如果只要传音乐 在这边就点MP3 如果要包含 影片的内容 那我们就要选MP4 然后接下来只要点这个 Record MP4 是不是就可以进行影片的下载了 就是这么简单 点下去这个 Record MP4按钮 点一下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 在影片下载 然后稍微等一点点时间 因为有些影片比较长嘛 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去下载 刚刚这样子一个内容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先做好一份简报 先把自己的影片内容呢 先放在什么地方 先用手机 然后一张一张抓下来 也就是您手机会不会拍照 会不会去抓截取画面 如果不会的话 等一下你再问 可以吗 请问你手机会不会截取自己的手机画面 我们就是要那几张画面 然后来做成类似这样子一份简报 然后最后我就直接把它输出成影片 所以我们现在要先来学会 如何 假设您今天 你要照我这样子一个教学 你要做什么 这一部影片的第一张 第一张头影片 第二张 第三张 所以这一段 是我要请你们一定要学会的 可以哦 那现在就要请你们 动手来去做 就是手机的拍照咯 好 来 请你们 接下来可能就不是看我的操作了 而是用你的手机 用你的手机来去做 我刚刚所讲的这些动作 请你先去抓这些图片 抓这些图片 那因为我会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做出来的影片都是不一样的 举例来说好了 像例如说 1号 1号在区公所 那你就做区公所 一个便名的公务影片 你自己去思考 那例如说2号在护证 那例如说你就去思考你要做什么影片 是便名的 一此类推可以吗 例如说好了 那个台北市商业处 那您是不是可以去思考一下 民众来申请什么 是最多的 就做那一部影片 那我要那一部影片里面几个重要的画面 先把它抓出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请你们先拿出你们的手机 然后来抓 截取那几张图片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几张图片 你刚刚自己去下载的这几张图片 本来是在自己的手机里面 那手机是不是连线 连到自己的桌机 然后呢 就可以去选到桌机的这些图片 例如说我刚刚从这个地方开始截取 所以我是不是截取了这几张图片 接下来呢 复制它 贴到自己的低齿叠机 是不是就贴到这边 那自己本机端已经有这几张照片之后呢 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要做影片 所以怎么样把这些图片 放到简报里面呢 因为最简单做成影片的方式 我觉得应该就是用PowerPoint 我们电脑里面都有PowerPoint 所以呢 我们就直接点选插入 就是打开PowerPoint 打开PowerPoint的所有城市 然后接下来去找Microsoft Office 里面的PowerPoint 2013 打开PowerPoint之后呢 点选插入相簿 接下来 是不是要选刚刚那些图片 所以呢 直接点 档案 磁叠变 那我刚刚的图片 放到低齿叠机底下的 这个YouTube下来里面 里面 直接按Ctrl加A也可以 Ctrl加A就是全选 全选到了哦 全选到了以后 直接点插入 插入这边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张的图片 然后这边请设定为调整至投影片大小 就是说我们以上面或者是左边的极致为原则 调整至投影片的大小 接下来直接点卷建立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把那些相片依序放进来 什么叫依序 因为你抓图是不是也是按照那个时间先后顺序 操作程序步骤的先后顺序来去截取的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先是这一张 还记得吗 是不是点这个Suffering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输入网址 到YouTube什么之类的 他就是按照您截取画面的顺序 把图片抓进来 请你们现在先动手完成到这边 接下来可能要请各位 来去花一点巧思来去思考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第一张投影片 应该是属于什么样的性质 就是说开场白的介绍 所以我会把主题放在这个地方 取例来说我们可以放什么主题呢 在这个地方呢 因为我是要做一个YouTube影片下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直接写YouTube影片下载 好那因为我介绍的是手机版 所以呢应该要把手机的字样放进去 举例来说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输入使用手机 使用手机将YouTube影片下载 这样子一个主题 这样子一个主题 当然啦您可以再多做一点其他的一个名称的定义 举例来说您可以把比较好的一个名称放在这边 但是什么叫比较好的名称 这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请你特别去思考 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到我接下来我介绍的内容 都是跟这个手机是有关系的 我这一部影片是不是跟手机有关系 所以这个手机会变成是一个关键字 你要放上去 还有我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要介绍YouTube影片下载 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关键字 那我们在定义这个名称的时候呢 如果说您不把这个重点放进去 到时候别人可能不好找到您的影片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们今天就讲说什么 影片下载 影片下载可能 他找影片的时候也会找到我这一步 他就会变成很后面才能找到 所以这边要请各位注意关键字 所以请你们设定这个影片的 一刚开始的那个名称 我等一下想要看一下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件事 好来麻烦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请把第一张投影片的名称设定清楚 接下来哦 因为我们只有抓手机的图片嘛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告诉别人说按什么地方做什么事 就是把那个动作加进去 就是把那个动作加进去 因为刚刚抓的图它是静态的图 所以请问一下我们在看到这一页 你就去思考我是不是要点这一个按钮 所以呢我们在我在这个地方的做法 就是补充做什么事情那件事 例如说点 然后接下来呢直接把这个字变大一点 那通常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有些人可能会刻意的把这个地方圈起来 就是点什么地方 其实我倒觉得说 看你怎么表达这个点这件事情 好 例如说假设我没有填满 然后把边框设为红色粗一点 红色粗一点 好 然后文字放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 或者是 我就不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框 我直接插入 例如说一个箭头 插入一个箭头 都可以 只是这个箭头啊 我建议各位要把它设回 例如说红色啊 粗一点 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大家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只是为了要特别强调讲这件事 好 那就请你们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 您做什么动作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去打字 就只要把你要做什么动作 请用我刚刚教你的这一招把它补上去 好吗 就是要打什么字 所以我们这边也会给你一点点时间 把那个动作 用文字方块的方式呈现 假设我们已经都做完了 因为这些内容的话 我们来去观看 刚刚我有给各位这一份简报的内容 那假设我已经都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呢 我现在是不是要想办法把这一个简报内容变成影片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 首先点选档案 左上角这个档案 我们可以去把简报的内容变成影片 怎么做呢 点档案之后 这边有一个叫做汇出 汇出这边叫做建立视讯 那建立视讯这边我就要请你们稍微知道几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以视讯的大小 视讯大小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1280×720 这个1280×720叫做高清 高清 那个如果是FD FD的话是1920×1080 可是现在如果你买电视的话 大概我们都会买4K 所以您大概就可想而知 我们大概就是1K的那种影片 1K的这种影片我们叫做高清 高清 那当然啦 我们如果是以前放在 以前我们放在 例如说以前我们看一些什么DVD啊 可能它是稍微更低一点的解析度 我们都还可以接受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可吸式装置 可吸式装置就像我们的手机 就算是可吸式装置 它的解析度更低 424×240 那我们因为制作的影片是要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我还是建议你们是选择这个1280×720 也就是这边不敢 再来 每一张投影片 每一张投影片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05.00 这个5是指5秒的意思 那后面是不是会有 00、01、02、03 最多到30 它的意思是说疫苗跑多少格 那在这边预设的话 我们要看说它输出是为了否什么使用 像我们否这个HD的使用的话 HD的显示器它是疫苗跑30格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可能到时候会看到什么05.01、05.02 但是不会看到什么05.31 它最多只跑到30 那也就是一秒切分成30格的意思 这边我们可不可以一张投影片跑4秒可以 你就这边直接往下降 它就变成04.00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其实都不动了 就是我们先做预设的5秒跑一张投影片 5秒跑一张投影片的方式 然后点选什么 建立视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简报所在的位置 这边就可以 帮我们顺利的产生那个MP4的影片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点一下储存 这样子的话稍微等一点点时间 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正在处理 正在建立视讯 然后把这部影片呢做出来 所以你一定要等它跑完 那请问一下 总共这边我有几张投影片 11张 一张是不是5秒 所以大概准备了55秒的影片 那建议各位 我们制作的影片呢 大概我的经验告诉我 大概3分钟以内是人家观看的极限 而且很多人大概在1分30秒到2分之间 就不看了 你应该知道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我们去查询 等待那个网页的画面 如果等5秒它都没有跑出来 我们就直接关掉 可是如果这部影片 如果它没有兴趣 它可能3-5秒 它就切换到别部影片 但是如果它有兴趣 它可能要不就是调快速度来播放 要不大概就会看到 哇这么长的影片 它可能就会直接用快转的方式 就是调到例如说 10秒钟之后 20秒之后 我们这样是不是做好了这部影片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多了一个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的影片 您可以快速点两下 来去观看一下这部影片 这就是刚刚的内容 可是现在是不是没有听到声音 对不对 会觉得影片好像有点干干的 好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再讲配乐的事 但是我们先把这部影片做好 怎么做呢 就是请点选档案 汇出 汇出里面请选建立视讯 建立视讯 然后请点建立视讯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建立视讯 也就是建立影片 刚刚制作好的这部影片 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这部影片上传到YouTube网站上面 那怎么样上传呢 好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想要把我刚刚制作好的这一段影片 直接上传 所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发现第四个 右边属外第四个 它就是上传 所以点选上传 点了上传之后 选择要上传的档案 所以请点它 然后接下来 我刚刚的影片是放在 我指定的低词别机底下 然后哪一部影片呢 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不要选错咯 看到这一个播放器 这就是影片 这个是影片 这个是影片档 这个是简报档 所以不要选错了 比如说选到这一个影片档 开启旧档 然后接下来呢 它会把档案名称 就直接当作是影片的名称 那这个影片名称 绝对是扮演很重要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您到时候呢 这部影片能不能很顺利的被搜寻出来 还有排名的位置 这都是扮演关键的角色 那我们来简单的做一下说明 就是如何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我会把这一个的内容就是名称呢 当作是就是看我们是不是要把它当作是别的一个讯息 就游标移到影片上面 要不要呈现出来 还有要不要去同时推特公告 公告让别人知道说 除了YouTube有这部影片 推特也可以让推特知道说有这部影片 所以这个时候呢 您可以输入自己推特的使用者名称跟电子邮件 假设我们现在先不谈到Twitter 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我就直接把它放在这里 当人家游标移过来的时候呢 可以当作是一个资讯影片的资讯 再来我会把这些影片分门别类 举例来说我今天我是属于Word的教学影片 还是属于以色谣教学影片 我会把它建立一个播放清单 所以直接在这边 因为第一次建立一部影片 我会把它建立到这个播放清单 例如说这关于一些好用工具介绍 或实用工具介绍 所以我建立一个播放清单 例如说建立新的播放清单 叫做实用工具介绍 那因为 因为这是介绍那个YouTube影片下载 其实假设你都是要介绍一些YouTube相关功能 或者是您当然也可以建立您单位的名称 这是跟我们单位有关系的影片 所以这个播放清单也是另外一个让别人找到您相关影片的方法 只是这边你就把它想成是资料夹 好点选使用工具介绍之后建立 它就会预设为等一下把影片放到这个清单里面 接下来呢这就是很重要的关键字 关键字它是透过逗号来做区隔 举例来说关键字当然可能就会像YouTube 逗号 一个逗号它就变成一个关键字 那不是说一定要一个字变成一个关键字 你也可以是比如说YouTube影片 逗号 或者是说手机 那有些人不是叫手机 有些人可能叫做智慧型手机 你都可以再去加入 当然也有人会打一些无关的什么中秋节 因为明天是不是中秋节 他就直接打就是把十二节气全部都打进去 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或最近最红的一个话题 他就把那个话题直接放进来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关键字 所以我建议各位真的是要叙述 是跟这个影片有关系的关键字 假设我们都做完了 我们还要放一个截图 截图就是一个缩图 缩图这边有三张 电脑会自动帮你选择的三张 比如说现在我就选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是一定会抓我影片刚开始的第一页 那第二张第三张他就分别在中间跟后面各抓一张 然后给你当做选择 你看这是不是我最后面那一张 投影片就是有那个YOUT的那个网站 这就是在中间了 整个大概都做完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有一件事忘记跟你讲了 当您今天影片希望公开出来让大家看到 请选公开 这个公开包含全世界 就是每一个人不管有登录没登录 通通可以看到 再来就是诗人 诗人什么叫诗人 就是我就是这部影片是我的 所以这叫诗人 那什么叫非公开 非公开他的做法是这样子 知道网址的人看得到 不知道网址的人看不到 非公开 假设我今天我这部影片我只要给特定几个人看 那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把这个影片的网址用邮寄的方式寄给那几个人 那就变成他的一种非公开的形式 所以这三种形式可能要请你斟酌选择一下 当我今天公开就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选什么 发布 整个这样一个流程就是影片发布的方式 当然发布完毕之后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咯 怎么看呢 比如说我就直接点选 你可以点选这边这个网址 然后复制贴上 但是我觉得很麻烦 直接用这个地方 点一下他也可以去让我们看到 更重要的地方是这个分享 你可以分享到 例如说脸书或是其他的地方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刚好没有LINE 有看到吗 就是没有LINE 可是我们课程一定会教你教到 如何透过LINE来去做 就是影片的一个行销 我只是要告诉你 最后点一下他 你去看一下 成功的看到这部影片 我们刚刚是不是上传了一部影片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已经有一部影片 就是自己的频道 例如说孙在阳之YouTube经营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 是不是已经有一部影片了 然后这一部影片里面 我们可以去发现可能是需要编辑的 那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影片的编辑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这个影片编辑 举例来说在自己的影片 自己已经登录的情况之下看自己的影片 例如说现在我看自己的这一部影片 这边会出现编辑影片 当然如果您去看别人的影片 例如说我现在来看 假设说我现在去随便点另外一部影片 快速下载YouTube影片 假设我现在点一下他 这是别人的影片 别人的影片 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不可能看到编辑影片了 只能修改自己的影片 这是第一种方法 就是修改的方式就直接点编辑影片 再过来也可以怎么样找到自己的影片呢 透过点选自己的大头像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创作者工作室 创作者工作室 这边有一个叫做影片管理员 也就是说这里面 他把你所有的影片都放在这边 他可以让您管理影片 也可以管理播放清单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点选 这个影片 点这个影片 这边是不是有编辑 所以直接就点这个编辑了 所以针对影片呢 我们可以有两个地方直接进去编辑 编辑影片 我现在我就先教各位 直接把配乐加进去 配乐千万不要下载什么 例如说歌星的音乐 还有别人 例如说钢琴演奏都不要 因为这会牵涉到智慧采染权 可是如果说您使用YouTube 他本身就所付的音乐给你 是不是绝对不会有智慧采染权的问题 好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首先 我就直接教你音乐配乐加进去 这个影片 现在你去听 他是没有声音的 他是没有声音 不是没有开喇叭 是因为他没有配乐 没有任何声音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 跟音讯相关的事 点选音讯 您看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音乐 您还可以去选择 看您要选哪一种性质的 也许我们可能会比较希望 希望不要太rock 不要太那个吵闹一点 而是比较抒情啊 或者是说 那个在配乐上面 稍微不会这么吵 而是比较安静一点的 所以你这边你都可以去做选择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选一个电影配乐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点他 这有一分30秒嘛 OK 太hero了 所以换一个 你有没有感觉 这样子的感觉是不是好多了 本来是没有声音嘛 现在至少有点声音进去 然后接下来重点是 我这个影片已经上传上去了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要加配乐 所以 这边有看到吗 有两种 一种就是什么 还原至原始影片的意思就是什么 没有配乐 另外一种就是另存为新的影片 或者是你竟然就直接储存起来 那如果当我今天点选储存 然后他说 在编辑内容处理期间 使用者看到的影片 仍会是目前的版本 就是之前没有配乐的版本 就这样子而已 好 我们就直接点储存 然后大概等一下下时间 大概等几分钟之后 你再去听 这个音乐 这个双箭头 就会被拿掉 这个双箭头 然后接下来呢 有看到吗 后面这边会多了这一个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使用合法音乐 使用YouTube的合法音乐 这很重要 这个图示 等一下我们还要再教你 把影片加CC 就是Creative,就是制作有版权的影片 不过至少现在可以看到 他是高清的影片 还有有配乐 还在编辑中 所以我就没办法给你们去看 再稍微晚一点 我们再去看那个结果 就是会听到有音乐 就是这样 就这样子了 那我还是要强调讲一下 那音乐有很多种 很多很多种 都是可以使用的 可是你只要听听看 哪些是你喜欢的 好,你可以选择 像跟我刚刚一样 就是第二种 就是电影配乐的第二部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如果这部影片 我现在要去编辑它 例如说 我希望在最后结束的时候 为自己的影片加一点宣传 加什么宣传呢?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点这个 结束画面与注解 我通常会加这几件事 例如说 这一部影片 我会新增一些元素 例如说 有时候我们看别人的影片 最后说 请点我按赞或分享之类的 它其实就是在这边做 结束画面与注解 也可以为自己的网站 来去做一些宣传 举例来说 这边影片或播放 我通常会放最新上传的影片 建立元素 好,然后在这个地方新增 我还可以再新增什么 配合观众喜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的 来看我网站的人 最常看的影片是什么 我们好像在为自己做广告一样 所以点选建立元素 然后再接下来呢 我可能也会把自己的一个播放清单 放上去 就是说 可能别人日后 他可以透过这个播放清单 找到我的其他相关的影片 然后最后我一定会放订阅 就是说 这个 订阅呢 放在这右下角 这个图示长什么样子 这个图示长什么 这边就会放什么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当做是结束画面 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吧,他说缺少播放清单 因为播放清单里面至少有两部以上的影片 所以暂时我先把这个delete掉 好,储存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自己的这部影片 所以 先听看有没有配乐 好了,有配乐嘛 对不对 然后再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自己的这个影片 现在已经播放了六四 好 然后接下来 我通常会不会喜欢自己的影片 会 他说 日后别人看到我的影片 他会针对影片内容来去做一个频段 喜欢或不喜欢嘛 然后 接下来 重点要看最后面二十秒了 有看到啊 他说 因为我现在只有第一部影片 所以这边全部都没办法去呈现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刚刚做的事情呢 一样是去这个创作者工作室 来去编辑我的影片 然后让我的影片最后面呢 增加 增加什么? 结束画面 也就是自我频道的一个宣传 所以接下来就请你们现在动走来去 做一下 最后面的结束画面的设计 我接下来呢 我要请你们学会一件事情 就是说 把自己的影片标示为是符合CC的原则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CC呢 在这个地方 Creative Commons 它是一种非盈利组织的 像例如说你我都是 然后我们创造出来的影片呢 看要不要标示为 例如说 相关的这个是谁制造的 或者是不能用在商业用途 还有不可以去做任何内容的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稍微简单认识一下 什么叫做Creative Commons 就是这个创用 就是这个创用 而且我现在介绍的是台湾创用计划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大概就是 如果您看到这个图示 就是您必须要标明出处 标明这部影片是由谁来制作的 这个是 例如说 例如说 假设我标我的影片呢 是非商业性 代表说您不能拿去做经营 拿去做 例如说公开做一些什么商业的行为 还有禁止改作 我给你看到是什么内容 你 就只能是用这样子的内容 不可以再做任何的修改 接下来 我例如说是透过网页 透过脸书来分享 你也必须要用相同的方式 例如说用脸书分享给别人 好 那原则上 YouTube是用姓名标示 也就是说 我的影片可以给你下载 那你下载只要标明出处 例如说标明孙在阳之 YouTube经营 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自己的YouTube影片如何设定 为这个CC 自己的这一部影片 我们当然可以点这个编辑 可是在这个地方 他不是在这里面设定 他是在这边 影片管理员 影片管理员这边可以打勾 针对这部影片 因为他会希望你做 干脆一起统一来去制作 所以在影片这个地方 可以直接把这个影片前面打勾 动作这边 他说授权 有标准授权跟创用CC 创用CC就是说 多了一项就是 假设你今天你要用我的影片 你只要标注 影片是谁提供的 影片的出处就是YouTube之 孙在阳之YouTube经营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假设我勾创用 是否更新影片 把他的授权方式更新 有看到吗 我了解这项更新 而且 设定后就不可以再复原或取消 所以万一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 大不了就重新再制作这部影片 好是我要提交 这个图示就是正在编辑中 那个双箭头 好你看这边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人了 也就是说 你以后 你以后如果是下载我的这一部影片 可以 但是你只要标明是谁制作的就可以了 好这是一个 就是智慧才安全的保障 但是我要更重要的告诉你们 日后我不可能一部一部影片修改 所以干脆我们直接把自己的频道 这边有一个自己的频道 就是点选这边 创作者工作室 然后左边有一个频道 直接把自己的这个上传预设设定 修改一下 修改为什么呢 授权的方式 创用CC 姓名标示 或者是如果您是使用标准授权 就是YouTube他就是说 只要影片不要拿去做什么 色情的啊 非法的啊 那些是YouTube的规范 可是我这边所指的 创用CC就是说 你下载我的影片 没关系 你就算公开播放都没关系 只要说这部影片的创作者是谁 是我 孙再阳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当我点选这个 创用CC姓名标示 然后储存 以后我在上传的影片 全部都会出现这个创用CC 这样子一劳永逸 一个是什么 一部一部设定 一个是什么 整个频道干脆全部都把它设定 就是日后上传的影片哦 那如果假设你今天之前已经上传了一千部影片 这一千部影片 你现在就要用我现在教你的这个方式 就是先打勾 然后在动作里面 设定他的授权方式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哦 看您觉得说你的影片 是否希望授权 我会建议公家机关所有的影片 都至少要做授权 就是我可以允许每一个人都拿去使用 但是呢 你要标明出处 那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部分 这就是我们的授权 接下来 因为YouTube还要再介绍很多的项目 要让各位知道 例如说 我可能会建议 因为我们要考量到给市民观看的影片 甚至包含字幕这些 我都希望你们学会如何打上去 当然啦 要至少 至少这个影片是要有说话 你才能够配字幕 那我们接下来呢 我想先换另外一个主题 就是 线上制作影片 免费制作影片的方法 我现在呢 要介绍一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 制作影片的网站 叫做Kizor 这个网站呢 它可以让我们 就是把几张影片放进去之后 它也有可以剪影片的地方 还有就是 它可以去加一些声音进去 加一些音乐进去 甚至还可以做字幕 所以也许您看到这样子一个界面 它是一个英文的 英文的 但它有中文的界面 所以等一下呢 我就会希望说 大概让你们去了解一下 如何透过免费 绿色的 就是不用花钱的 然后去做好一个影片 不过在这边还是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它登录的方式 它是用一个 例如说 脸书就可以登录了 然后发布 当然还是以发布到 例如说脸书为主 好 我们 就先来观看一下 例如说 如何进入Kizor 来去制作影片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先打开 Chrome浏览器 然后接下来 直接在这个地方 输入 www.kizoa.com 然后Enter 或者是您在这个地方 你就输入 kizoa 到这一个画面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当就是 打开Kizoa 点它 稍微等一下 它就打开了它的一个画面 让我们来去做观看 然后接下来它这边 这个广告呢 我们直接就可以关掉 这样我们就进来了 Kizoa 不过 你可能会问说 那怎么样去找到这个 Kizoa网站呢 我原本就是打几个关键字 例如说线上的 免费的 做影片 就找到了 好 请你们现在先到 这个 www.kizoa.com 好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它一刚开始的时候 假设我要做影片的话 我们需要加几张的photo 或者是video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去抓几张照片 做什么照片呢 做什么影片呢 例如说我现在我想要去做 国立阳明大学的介绍 所以我就先打开 Chrome 好 例如说这是 第一个画面 就是告诉别人如何 找到 国立阳明大学 这个网址 这个网站好了 所以第一个画面是不是 抓这个画面 print screen 我们就先把它抓起来 可是这样子抓起来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 只是把它储存 那我们怎么样留下这张照片呢 所以我们打开powerpoint 打开这个powerpoint之后呢 直接去做贴上 刚刚那张图片是不是就贴进来了 当然最好是贴到满版 可以吗 贴到满版 好 所以 请你们先抓第一张 对不对 然后 接下来 我们这叫什么 如何找到 国立阳明大学 那当然你们就做 如何找到 什么什么单位 你们自己的单位 所以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在这里 输入什么 国 国立阳明大学 然后 点选enter 可是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 这个画面也要 输入进去 所以先把它抓起来 clean screen 再enter 然后接下来到powerpoint的这边 是不是新增一张头影片 贴上 把这张图稍微缩小一点 放到满版 那第三张图呢 第三张图 我们是不是要点它了 对不对 所以在做这个动作之前 我们先抓图 print screen 新增一张头影片 然后贴上 然后 然后 回到 刚刚 这个画面 再做什么事情 点它 你看这样 我们是不是就进入到了 国立阳明大学的 网页 就是我们来做一个 如何 找到 国立阳明大学 网页 就像你们找 你们那一个单位 然后 clean screen 新增一张头影片 然后接下来贴上 好 这样是不是就 四张头影片了 等一下我要快速把 头影片变 图片 等一下再教你怎么做 我们 就先暂时做到这边咯 你做你们自己的单位 请你做你自己的单位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这 一份 简报 我现在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 是说 假设我今天一份 简报里面有很多张头影片 每一张头影片 我都把它变成一张图片 例如说这边有四张头影片 我就把它变成四张图片 有这个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档案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 现在这个简报先领存好了 存成什么呢 存成 例如说国立阳明大学 那个入口网站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就放到低磁叠基 简报叫做 简报叫做国立阳明大学入口网站 或者是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我看这样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然后点选储存 这样我们这个简报存号档 这我想应该没问题 可是重点我要 这是一张图片 这也是一张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档案 一样是选汇出 因为我把 头影片内容变成图片 所以点选档案之后 再点选汇出 然后接下来 在这里面有 建立成PDF 建立视讯 简报封装成光碟 建立讲义 还有变更 变更 变更档案类型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例如说我要把它变成图片 在这个地方 变更档案类型里面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更成 例如说是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拉下来一点点 我可以把它存成JPG 或者是其他可稀式 网络图片 网络图形 副档名就是PNG 可以把它存成JPG 或者是有透明背景的PNG图案 好 例如说我现在把它存成JPG 好了 点选JPG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另存新档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存档 档案名称 还是刚刚相同的档名 然后只是存档的类型是JPG 然后点选储存 稍微注意存在什么地方 储存 然后他会问你说 我们现在不只一张投影片 我们有四张投影片 所以他可能就会问你说 你想要汇出 例如说现在游标所在的这一张投影片 当作是图片 还是所有的投影片 例如说这边有1234 四张投影片 全部都把它变成图片呢 当然我们就选所有投影片 然后点选确定 做完了 所以这次投影片变图片 非常简单快速的方法 点选档案 汇出变更档案类型 底下的这一个 看你是要选PNG 档案格式还是JPG 好我刚刚的范例是选择JPG 好那现在就请你们 来去产生这四张图片档 我有四张图片了嘛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回到这个 然后来去做加入 的事情 首先如果您不喜欢看这个 英文的界面 那右上角这边 我们就先切换好了 这边 英文 然后 美国 不是我们的意思 是美国 然后这边可以往下来去切换 有看到华文吗 华文也是简体的 就是我们把它设为中文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他在这边他都是简体字 可是至少你可能会觉得 比较亲切一点 那 第一个是不是添加照片 就是关于我的 好然后接下来 首先我们就可以把照片放进来 或者是视频放进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可以把界面切换变成华文 接下来是不是就点 添加照片 点选添加照片要选什么 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 刚刚我做好的四张图片 放在低词别机 然后YouTube将LINE的课程里面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然后接下来这四张 通常可以 请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选Ctrl加A的时候呢 是可以把这四张图片全部选举起来 就是用快速键Ctrl加A 好来去全选 接下来就点选开启旧档 他就要先把这四张图片全部上传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第一张图片 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 好所以我们先做快速做影片 第一个步骤是不是先把照片放上去 那就请你们先暂时做到这边好不好 因为等一下我是想要制作幻灯片 好请你们先倒走做一下 那接下来我可能用这一二三种方式来去做 如果说在公家机关的影片 尽量不要做那个拼图 或者是一些其他花俏的做法 例如说 我就介绍这一种好了 其他你们就自己回去看 因为都很好玩 有点像这种制作拼图 很像最近脸书啊 他也在推行 假设你放了七张图片 制作为电影 就是这一种 好那我们先介绍制作幻灯片 那这里又有模板跟原创 我建议你们可以选择这个模板 就是善用它里面已经有的模板 那你等一下就可能直接按确定 好所以我们点选模板 当然你也可以用原创 就是自己去设计 好我们先用模板好了 模板在这个地方 应该可以发现一件事 一刚开始影片一定会有一个开场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些照片 好这是最基本的 还有这一种 就是他把那几张照片 变成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展现 好看你喜欢哪一种 看你喜欢哪一种 然后我现在就是大概看了一下 好假如说我要选择这一种好了 我选上面这一种好了 我选上面这一种好了 假如我选这一种 一张照片跑出来 第二张照片跑出来 这样感觉好像就比较不是很 很平淡的这种幻灯片 而是蛮有特效的幻灯片 好下一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选照片了 点一次就是第一张就放进来 然后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 那刚刚他是不是一张一张这样 从小然后放大 从小放大 从小放大 这样子来去呈现 也就是说等一下这四张 就会分别这样子来去呈现 好下一步 那我们现在就来播 看看咯 你看是不是第一张就跑出来了 第二张 第二张 第三张 这就比较不太像那个 一个网站的介绍了 所以这是模板的使用 那请问如果说假设你已经选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 下一步做什么事情 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如果你把它下载下来到自己的电脑 很抱歉 他要收费 如果您直接分享出去 例如说透过脸书分享出去 然后YouTube分享出去 免费 可能您还没有听得很清楚 因为笑的声音不够大声 我要告诉您 他这一套软体呢 分享是不用钱的 分享到脸书上面 分享到YouTube上面 分享到YouTube上面 不用钱 可是当你今天 要把刚刚那一个 你看到的动态画面 把它存到本极端 这边有下载吗 他要收费 所以 我们等一下是直接 请你发布到YouTube上面 所以这点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的 或者是你直接发布到脸书上面 这样我们才能够增加一点影片的量 可是呢 我会觉得刚刚我们做的这样子一个内容 不太适合 跑预设的那种 模板 幻灯片模板 所以 我们先关掉 接下来 我会觉得说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选择一种幻灯片模板 他这边是不是做 由小变到大 由小变到大 所以 基本上 我会觉得说 是不是把这些 这些的 那个 制作幻灯片 的内容呢 全部都 取消掉 所以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就是 我刚刚是不是 选 模板嘛 对不对 我应该自己来去设定 因为我根本就不要由小变到大 所以如果你选刚刚我这种的话 这个东西是不是要把它拿掉 拿掉 拿掉的方式 就是这样子把它搬出去外面 他这样子在去播放的时候呢 他就不会 你看我现在播放幻灯片 这个还是会有这些字 我再修正一下 您看 在这个地方 这个特效 有看到吗 特效 直接把特效搬走 这边这个特效 所以特效这边修改 修改 拿掉 他就不会动了 换掉 换掉 这个 快速点两下 然后 图片的特效 修改 拿掉 因为我觉得 刚刚那样子的一个 幻灯片的特效 这个幻灯片的特效呢 这边比较不太适合 这边比较不太适合 就是不要把它放大 拿掉 好 好 那我已经把所有的这个特效拿掉了 所以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播放头影片 好 一刚开始长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 就是 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输入国立阳明大学 然后现在就到了国立阳明大学 然后结束 这是我用模板的方式很单纯的做出来 这种版型 所以接下来 就要请你们来去动手做一下 做到这个地方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看你们要不要使用预设的投影片 幻灯片的版本 我接下来 我想针对 虽然这短短的 六张投影片 一张两张三张 三张 然后 拉过来 四五六 好 那在这个地方 如果您不要这一张 直接点这个叉叉 就被我们删掉了 好 我们现在做一下给你看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了 那在这个地方 他说 拖曳您的照片到这里 意思就是说 就是说 假设你要再增加照片 是可以再继续增加的 然后再补进来 那现在没有补进来 代表什么 他只会播到第五张 就结束 好 那接下来呢 还有可能 您要修改 这张投影片里面出现的字 所以怎么修改 就是点这一个 或者是 假设这里面 因为你要加字 那你就快速点两下 好 我现在呢 我先做的是这个字的修改 所以快速点两下 这边有一个完字 修改 这边它呈现的叫做 Photos for every occasion 是不是 这实在太少了 好 我就点一下它 然后把这个字改掉 例如说 Welcome to Welcome to YMU 就是 那个国立阳明大学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有字的大小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它大 很大 好 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Welcome to YMU 然后 您也可以去设定它的颜色之类的 这边我就不 花很多时间去交讲了 这是删除 好 所以我还是要显示 Welcome to YMU 然后接下来点确定 那如果 这边我设定好了 这边没有字 没有字 假设你要换成 加字进去 例如说 这个地方 我可能就蛮适合添加文字 所以请点这个 加 然后点这个 它会变成这个画面 我再做一次给你看 刚刚 我是不是快速点两下它 然后我要添加文字 添加文字 是不是就点这个加 点了这个加之后 它说添加简单文字迅速直接 或者是什么什么 好 我现在刻意选到是这一个 点下去 它会跑到文字 刚刚是在照片这边 现在跑到文字 那 你随便选一种 随便选一种 假设我选择 我选比较单纯的文字 比较单纯的文字 就是后面 因为我要去说明 首先 先到Google网站 所以我用比较单纯 不要跑来跑去 变来变去 例如说 我选择这一个好了 选这一个 然后直接 直接把它 例如说拖曳进来 拖曳进来 放开 然后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打字了 例如说 我就输入 首先 打开 打开 浏览器 然后 点选确定嘛 来 赶快 这一页做好了嘛 就是打开 打开浏览器 然后 接下来在这边 因为我要加文字 快速点两下 添加文字 点它 然后一样选这一种 然后直接把它拖曳进来 拖曳进来之后呢 它会固定放在下面 刚刚我不晓得 您可不可以了解 好 那要放什么呢 我们在这边 输入 国立阳明大学嘛 输入 国立阳明大学 然后 点选确定 然后接下来 确定 然后这一页呢 这一页 添加文字 迅速 一样选它进来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就是要输入什么 点选 第一个 超连结 然后 确定 确定 这样子 我是不是就打好相关的文字了 还有一件事情 也是很多同学询问的 就是音乐的部分 音乐部分 它这边只是要告诉你哦 他只要把这个 你喜欢的音乐把它拖曳 拖曳到第一章 拖曳到第一章 它就开始播 那如果你后面没有再拖曳 就是说 假设我今天 我第二个音乐我很喜欢 我拖曳到这一章 它就会 两段音乐 那如果你 后面没有换音乐的话 那就是第一个音乐 会从头播到位 它只是 告诉你说 它的音乐可以随时 加进去就对了 好 接下来 这里面有很多音乐 有什么 最受欢迎的 好 点它 有没有学术风 好 那有90年代的音乐 这边最好是选那个 YouTube已经通过审核 好 例如说选这个 好 有点 梦幻 选这个 好 我觉得刚刚 这一个还不错 不是啊 是这一个 好 我就要选这一个 然后呢 我就直接 把它拖曳到第一章 这一个拖曳到第一章 这个 音乐哦 用拖曳的方式 拉进来 放开 然后您去播放一下 换灯片 是不是音乐就换掉了 重播一次 可以吗 原则上我这张影片 我就只想要介绍到这个地方 其实里面还蛮多好玩的 你们都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先做到这边 因为最后我想要介绍 输出了 但是不是存到本机 是发布到 YouTube 还有 脸书 我们最后 这个影片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播放幻灯片 播放幻灯片 稍微从头到尾再去观看一下 从头开始来看一下 好了 Welcome to YMU 国立阳明大学 首先打开浏览器 然后输入国立阳明大学 接下来呢 是不是就可以点第一个超联节 就到国立阳明大学这个网页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 可以把它发布到脸书上面 或是把它 发布到YouTube 那针对我们今天课程 所以我先发布到YouTube 所以他这边要求说 您要去注册 您必须要去注册 所以就输入自己 好 然后我已经阅读了 然后开始注册 然后接下来 请命名您的幻灯片 好 然后我已经阅读了 现在我的幻灯片就是 如何 进 如何 找到 博力阳明大学网站 博力阳明大学网站 然后这边是不是上传到YouTube 上传到YouTube 上传到YouTube 这边有翻Basic Basic 会带有 会带有Kizou的Logo 然后DVD 他会不带有 这个Logo 然后PRO 他会有 可是这两个都是要钱的 所以没关系我们就用Basic 上传到YouTube 然后接下来呢 YouTube YouTube 是不是必须要有标题跟什么 视频的一个描述 所以 这是 应该说 这是 利用 Kizou 制作的 影片 如何 找到 国立 阳明大学 好 上传 好 选择您的账号 那 例如说我是不是选择这一个 然后他就说 那 这两个可不可以建立 关系 当然就是要选 允许 好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他说您的换灯片将会很快出现在YouTube上 您的视频上上线后您会收到一封YouTube的确认E-mail 这就是把影片上传到YouTube 好 然后关掉 这就是我的第一部影片 我的第一部影片 还可不可以再新建其他的换灯片 可以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去完成自己的影片吧 那我们当然刚刚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完成一部影片而且把它上传到YouTube上面了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 登入到自己的YouTube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到YouTube 然后登入 登入 登入之后呢 我们 例如说是这一个嘛 孙在阳之YouTube经营 然后有看到吗 两部影片 然后点选 确定 其实 其实 在这个地方 两部大概就知道了 他一部就是 刚刚 Ki-ro 做的 我用Ki-ro 做的影片 接下来呢 我当然是点选自己 然后创作者工作室 然后接下来在影片管理里面 或者是在这边你就已经看到了 这边是不是有两部影片 所以点选影片管理员 这边是不是有两部 这一部我们现在要进行编辑 点一下编辑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他说 这部影片是不是Ki-ro 影片制作 对不对 我呢 我 我个人 如果说 我要做的话 我必须要先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 影片名称的重要性 影片名称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今天 我打这个 国立阳明大学 现在是不是放在很后面 别人去找说国立阳明大学可能会 因为 要找到我这部影片 那真的是很难找到 可是如果 我今天把国立阳明大学尽量放在前面一点 那就比较好找了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哦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把Ki-ro放到最前面 因为最容易找到 可是通常我会这样子啦 因为 我有那个Creative Come On 那种 智慧才安全的概念嘛 所以 我觉得我只要标注我的影片 我确实是用他的软体来做的 所以我还是会标 只是我会把它放到后面去 可以吗 觉得我应该这样做还是蛮厚道的吧 对不对 就是我绝对有按照那个 就是说 使用别人的产品 我也必须要适时的帮他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广告 所以呢 我就把它放到后面去 可是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我一定要把它越前面越好 等一下我再介绍到名称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会举一些例子 让你们理解 好 再来 这边是不是看到 我刚刚有打这一段话吗 然后这都是他自己加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关键字 有看到关键字吗 刚刚我没有输入关键字 他帮我自动加进去的 如果可以的话 您应该知道 我的关键字还应该要加什么 对 国立阳明大学 因为我们学校 比较好像 没什么名气 可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所以我都尽可能的 多帮他打一点广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打上去 因为我是要去找到 国立阳明大学那个网站 所以 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会输入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可能就是输入 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好 大概能输入的关键字都输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会把它 放到这个 实用工作 实用工具介绍这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就不能替影片加上讯识了 然后接下来就储存 储存 然后因为这个影片实在太短了 这个影片总共多长 只有21秒 21秒的话 我就不做那个结束画面 可是至少我可以去播放一次 这一次的播放顺便按一个 赞 至少有一个 赞 还有等一下去看 21秒 这边观看次数 它就会变成一次 至少自己做完的影片 要不要从头到尾播放一次 来去看一看 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自己要认可 自己要认可 还有 最后它一定会出现这一段 所以 我会这样子 再把这部影片 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把它剪掉后面 那你就要去学剪辑 影片的软体了 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件事 那你可能还要再学如何下载影片 这些我全部尽可能的都希望你们知道 怎么做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话一部影片 你看是不是就上传到YouTube上去了 让我们这里面有两部影片了 这边 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两部影片了 那现在就请你们回到自己的YouTube的网站 然后看看是不是已经有两部影片 而且第二部影片 我觉得最基本的关键字要打进去 然后标题要改好 标题要改好 标题要改好 然后再接下来 您去至少自己 从头到尾再去播放一次 你就会发现 最后面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Keyroll 所以一定会有他的那个影片结尾处的一个广告 好 所以这点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产生完毕第二支影片 我接下来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影片名称的重要性 影片名称如果取得好 那么您会有很多的人来观看 如果你的影片取得不好 很抱歉 就没什么人来观看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让你们去理解 举例来说 我举我自己制作的影片 因为现在这两部可能在市面上 还没有流通开来 那我现在呢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影片来跟你分享一下 我们先让你知道一下 我经营这样子一个网站呢 我经营这样子一个网站 我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好了 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这个网站 总期间 就是当我们今天 我们去看这个网站的时候呢 因为我有持续把影片放进去 我真的很乖的就是把一个课程 像今天上完课 我就会回去剪成一小段一小段 而且我会把里面的咳嗽声音乐声 或者是噪音环境音拿掉 就是希望说大家听到的是想听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 以观看次数 以观看次数来去看 在这个地方 总共已经有将近70万次的观看 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们就来点它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线条是这样子慢慢慢慢慢慢 攀升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叠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开始基本上是 已经快到45度的那个斜线了 的成长 有看到吗 可是前面几乎是什么 水平线呢 这代表什么 没人看 那多久呢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重点咯 我们先来观看一件事情 就是说 坦白说 我现在的影片 如果我重视那个关键字 还有我不太强调那个功能名称 因为我希望学生很容易的找到我的影片 所以我分门别类 我所谓分门别类 例如说word我就打在最前面 好 然后例如说 他要学以色尔的韩式 我就把以色尔打在最前面 方便他去找 可是在网络世界不是这样子 所以稍后晚一点 我再跟你讲 您看我的整个的一个过程 前面从2013年10月开始 一直到2015年8月15号 基本上是平的嘛 这多久 这已经快两年了 也就是说前面这两年 基本上没什么人去观看 每天的观看量就是十几二十几 甚至刚开始就是个位数 这很正常 假设我今天我就只有二十部影片 那可能一刚开始就是很少人观看 然后后来是不是就慢慢越来越多 可是到了越来越多之后 我现在我就想说 奇怪了 为什么我一部影片呢 很多人去看 这一部影片很少人去看 是不是我应该要去反思一下 是交的不好 还是说一些相关的内容 后来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名称的定义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好了 例如说 来去看 即时 像现在有一百 就是观看影片的次数有一百次 这一个小时一百次 那大概一天的话 大概会有两千多次的一个次数观看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 他的一个排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天 哪几部影片最多被人观看 这个地方 最快速下载YouTube影片的方法 这是排第一名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像VBA的教学啊 还有这边有看到什么 YouTube影片下载的方法 我要介绍就是这一部 也蛮多人观看的 两天有150次 那就是一天大概有七八十次的人 看到这一部影片 好 有看到吗 原来哦 这部影片也蛮热门的 就是认识键盘 认识键盘 认识键盘 好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这部影片好了 就是一分钟学会YouTube影片 来观看一下这部影片 好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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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要先跟你分享 我现在要跟你分享的是 假如说我今天名称定义不好 他连找都找不到 例如说 我今天我就开另外一个YouTube给你们观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刚取的一个名称是不是叫做 一分钟 一分钟学会YouTube影片下载的方法 我是不是取这样子一个名称 所以您看一下哦 如果我今天呢 我把这个YouTube 我直接输入Y-U-T-U-B-E 影片下载 按Enter 他理论上是不是开始找到很多项的结果 我们应该会很希望说自己的影片排在第一位 对不对 第一位的话 最有可能被大家点击观看 那你有没有发现 YouTube影片下载 就是 别人要去找影片 是不是去找YouTube影片下载 这边有看到吗 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YouTube影片下载 跟他是不是刚好颠倒过来的 可是他前面还放了什么 资讯教学如何这几个字 可是他都可以排到第一位 那我当时我的想法 最单纯想法就是 我跟他一模一样 至少我会排在第二位吧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 我就把名称设为跟他一模一样 是不是会排到第二位去 当然不会 举例来说 他还有纵观 他的演算版 还会考量很多项目 举例来说 你的关键字有没有下刀 正确 还有就是 接近 越接近的 他还会去观看 就是有多少人 多少人 多少人 例如说这16万3 那我的才 例如说4000 所以 或者是只有50 当然不会排在他的后面 还有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大家都会忽略的 就是按占的数 如果他要呈现越前面 理论上 假设这第一名第二名 他会以按赞数最多的 排到前面去 而且这是合理的吧 他当然会希望 大家看到的是 好的影片 按赞的影片 好 我想这些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那您看一下 我们再做一件事 就是刚刚我那个影片 他跑到哪里去了 我刚刚那一分钟 在这里 在这里 好 你看一下 要数一下好了 就是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 第十二 好 您看一下 这边有看到吗 Yout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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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到吗 光那个T是不是不一样的 我要告诉各位 这也有关系 所以我们先来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因为 您看嘛 大家打是不是都是打小写的T 请问一下 你输入那个YouTube这几个字 请问 你会把那个T打成大写吗 应该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今天越接近 是不是越可能被找到 所以呢 真的建议各位 把这个名称改成大家都会打的字 例如说小写的T 小写的T 再来储存变更 储存变更 然后我们回来去看一下 刚刚这个地方 现在我们再重新再去找一次 这边我们重新来去找一次 例如说 我们重新整理 在这里 重新整理 Youtube影片下载 来再去算算看 现在排名排到第几 1 2 3 4 5 6 6 7 8 9 10 11 12 还是12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这名称已经换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个大小写也有关系 也有关系 就是在名称上面 名称上面 稍微注意一下 那 我结论是要告诉各位 假设当我今天我做的重点 我做的重点 我刚刚那部影片 我的重点是不是在要介绍YouTube影片下载 对不对 所以我适时的 会在这个地方 如果我不知道该如何取名 我就先把我要介绍的主题 我打在这边 YouTube影片下载 然后接下来 我就去看这个16万人次 这41万人次 没有看到吗 10秒内 教会你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有看到 您看这个名称有没有震撼力 有吧 因为如果这样你想 你可能会 绞尽脑子去想 干脆我就用 跟他一样的名称 请问这有没有 触办到什么智慧残验权 没有啊 而且你就不用再花很多时间来去想 你的标题要如何下来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您看这个41.7万 然后10秒内教会 你如何下载YouTube影片 你看 跟我的名称 是不是 我就是学他的 一分钟 学会YouTube影片 下载的方法 我还多了的方法 也许你听懂之后呢 听懂之后 你再去看我的其他影片 因为真的 我只有几部影片去做修改 我很多很多影片 我是怎么命名的 我都是以功能命名 例如说Visio视觉化设计 例如说这一个 这个视觉化设计Visio轻松绘 然后冒号 这是一个单元 然后接下来呢 那个第四部影片 然后Visio软体视窗环境介绍 您看一下 Visio光是我们在打那个Visio的时候 不可能他每个字都打大写 对吧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每个字都是大写 再来就是软体视窗环境介绍 要怎么改 很简单一个做法 我现在是不是要介绍 那个Visio的环境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这边先按暂停 我们就直接去这个地方 我就是要介绍Visio这套软体 的环境视窗介绍 然后接下来呢 73187 软体介绍流程图制作 你看都是我的影片 都是我的影片 可能这部影片本来就比较冷门 那几乎都是我的影片 好吧那就只有我介绍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就可以参考一下 别人是怎么样定那个名称 就直接把名称照打就好了 这样对你名称的定义来说 是绝对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哦 而且请你们注意一下就是 除了自己不用花 那个时间来去思考 还有 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很容易被找到 这是很重要的关键哦 如果排在第一名那是不是很好 好 所以这边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名称 关键字 关键字 有些人 他会觉得说关键字啊 像例如说 你要怎么样去下关键字 有些人他是这样子来去做的 例如说 他先到Google的 趋势 Google趋势搜寻 Google搜寻趋势 他来去找 要去做影片 他可能就要去找一下 你看 这边他是不是会告诉我们说 2016年热搜榜 这几个人 然后最近的热搜榜 最近的这些人是 这些的话题是热搜榜上的一个常胜君 可以哦 串红的关键字等等 OK 重点是 假设我今天呢 我要去介绍 介绍 例如说好了 中和区区公所 我们介绍 大安区区公所 还有 仁爱区区公所 好 你没有发现到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人做一些影片 很多人他去做一些影片 会针对明知所欲 然后来去做一些相关的影片 举例来说好了 最近中秋节 明天中秋节 那可能大家关心的热门字会变成烤肉 或者是关心明天会不会下雨 看得到看不到月亮 对不对 类似这些 那了解这些趋势之后 我们再把它做成影片 所以相对的 我必须要在这边告诉各位 因为我们打这个关键字 打这个关键字 它的一个重要性就是在这边 您可以大概看到说 这两个趋势所好像差不多 这样看起来 其实就是差不多 就是在热搜榜上的搜寻 是差不多的 好 所以您可以 透过这样子一个方式下 那个关键字 举例来说 我现在讲一下 就是说 刚刚是找两个趋势工作 例如说我们现在去看 我讲两个软体好了 因为这是我比较熟悉了解的 所以我跟你们分享一下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打POWER BI 逗号跟Table 这两套是大数据分析的长胜君 就是几乎都是用这两套的视觉化分析工具 有看到吗 红色是什么 红色是Table 然后呢 POWER BI 在这里 它两个之间是不是差还蛮多的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了解这件事情 那我是不是应该努力去推Table 胜过于去推POWER BI 因为当你了解这些时下大家的一个趋势 然后你再决定你的影片要拍什么 这样对你来说会比较有可能增加影片次数的可能性 所以我暂时先介绍到这边咯 这个Google Chain 来去找自己应该做哪些影片 还有现在这些关键字呢 对于大家的一个影响程度 趋势分析 就先介绍到这边 好请你们去看一下Google Chain 当我们今天哦 针对这一部影片 我们的正确的名称 还有关键字应该要怎么样去下 应该要怎么样去设定 所以我们先点选这个编辑影片 首先我会把这个类别的字 类别的字放到后面去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阿拉伯数字我就不调动了 会下知识管理四个字 然后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所谈的知识管理 就是说把一些规则定出来 然后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然后有没有一些什么 是否判断 等等 画成一个流程图 这就最后会形成一个 这个SOP 我们就称之为 叫做知识管理 所以在这个地方 知识管理应该是很重要的重点 然后建立流程图 应该也是很重要的重点 但是我想 别人可能在搜寻的时候 他会搜寻什么 流程图怎么画 类似这样子的口语 或者是说 他可能不会写什么 建立流程图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建立流程图的第一步 这个1我都觉得应该改成 阿拉伯数字的1会比较好 不过这几个都是很棒的关键字 所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改了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 是不是应该要放适当的 例如说有没有知识管理 有知识管理 然后流程图 好 基本流程图 我再加一个流程图好了 因为一般人不会去打基本流程图 他只会打流程图 这样子的话 比较方便被他找到 接下来呢 这边 这个叫做 资讯和设定 储存 储存好之后呢 还有这个结束 结束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要 赋予给他 就是结束画面 我先把 我 我只想给大家看到 10秒钟的一个结束画面 然后接下来呢 在这个地方 新增元素 新增什么 新增我的最新上传的影片 还有新增 新增 新增配合观众喜好的影片 新增 这个 影片播放清单 影片播放清单 那我会希望说如果可以的话 他从 这个 Visio 视觉画图表设计 他从第一步开始看 那就整个直接看这个清单 建立元素 还有 最多只能放4个 在这个地方还有别种 例如说可不可以宣传另外一个频道 因为我有4个频道 所以我可以宣传另外一个频道 还有这边有看到连结吗 就是连结到一个指定的网址 也许是你的脸书粉丝团 都可以 脸书粉丝团也有一个网址 这是都可以的 只是我没有启动 我没有启动这个连结到粉丝团 因为真的三不五时就会有人写信说 请问你的那个片尾可不可以帮我打广告 还有你可不可以就是说使用我们的什么音乐 类似这样子的一些设定 我一律谢绝 反正就是我也没有想要去连结 让开放连结给别人使用 好 那我通常会放就是方便别人来去订阅 接下来订阅我都会放在右下角 然后配合观众喜好所呈现出来的影片放在这边 这边是什么 那个整个的播放清单 所以总共63部影片 这是最新上传的 这是观众最喜欢的 好然后接下来这个人我会放到正确的位置 有看到那横线跟直线吗 这就是代表一个对齐的位置 这个的中间 还有这部影片的中间 然后接下来点选确定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点它 去观看一下 例如说点选一个赞 自己要认同嘛 然后接下来就让自己这个影片呢 从头到尾去播放一遍 这个地方 给你们去看 最后面 就这部影片的最后面 你看它是不是就自动跳出来说 这边自动切割地址 这是我最后一次放上去的一部影片 就是好像这两天前我放上去的一部影片 然后这是什么 这是观众 看比较多的这部影片 还有呢 这就是那个整个Visio 视觉化图表设计 那整个63部影片的播放清单 这个呢 这个就是 我点它就可以去订阅 但是自己不能订阅自己 所以例如说我点它 它是不是就切换到那整个Visio 视觉图表设计的整个播放清单 在这里 全部都是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所以这是结合我刚刚 纵规今天 大概你必须要掌握到的知识 记住就是这个内容 标题字 还有 关键字 关键字 这边就看不到关键字了 关键字要自己去正面去设定 但是方便让别人找到影片的方法 还有什么地方呢 还有就是片尾 这部影片的最后面的植树画面 好那我想就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来我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很多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的概念 就是说 到底YouTube的影片播放次数 影片播放次数 他是怎么算的 还有就是 如何增加这个影片播放次数 因为 这跟赚钱 赚钱是有关系的 YouTube 他就是透过被多少人次观看 来去给予你钱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看到 这部影片 现在是不是观看9次 好 这部影片呢 我们来再做一下实验 很多人他会手动去做一件事 您看哦 现在这个影片是不是55秒 然后观看次数 9次 那如果我今天我刷到最后面 好 那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是不是点这个 重新整理 有看到吗 变成十字 有看到吗 变成十字 有看到吗 变成十字了 然后再接下来 再接下来 这点要请各位知道一下 你看哦 假设我要不要移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重新整理一下 这个重新整 有看到吗 诶 没变 好吧 我们关一点 关一点 我们把速度拍快一点好了 然后55秒 然后可能透过25秒30秒就跑完 然后这边次数就会又增加一次 可是事实上这不算一次 就是他可能明天后天 他就又退还 又倒退了 你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说 现在我们虽然看完了这一次 现在我们看完这一次哦 好 我重新整理一下 有看到变十三次了 可是 你可能要在这个地方知道一件事情 什么叫做一次 什么叫做一次 假设这部影片有60分钟 也不是说你从头到尾看 60分钟的影片才算一次 他是这样计算的 就是 假设你今天的声音 不是关到无声 如果你都已经没有开声音 代表你根本就没有在看 可以吗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他认知的一个要求 就是 理论上什么叫看影片 喇叭一定是打开来的嘛 好 那请问您觉得他能不能判断出来这件事 应该是可以哦 应该是可以 再接下来 我们这边这部影片就只有55秒 所以原则上你从头到尾去看完 这应该没问题 但是如果说今天这部影片有 50分钟 两个小时 你大概只要看超过2分钟 就是安安分分的看任何一段 2分钟 他就算一次了 2到3分钟 像我的教学影片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但是他就是算出来 一部影片好像就平均被观看的时间是 2分50秒 我只是大概告诉你这个数值超过2分钟 他算一次 那第一天 当你今天这部影片像今天我放上去嘛 这部影片放上去第一天 他是在做似水温的动作 就是说假设你这样刷一刷 这样刷一刷 好我这样是不是跑完了 对不对 我去重新整理一下 有看到吗 14次 这叫做测试 他在测试说 别人去看我这个影片的行为模式 但是原则上他还是依照 刚刚的一个计算概念 大概就是他去抓这部影片至少被看 而且被看超过2分钟 而且那个声音没有被关掉 所以这边声音不要随便关掉 关掉就不算了 不过基本上 我们通常有人在计算这个影片浏览量 例如说假设我们今天跟厂商签约 假设我们的影片呢 被观看了10万次 好是假设付5000块 然后呢 20万次假设我们付2万块 然后50万次 假设我们付到100万 因为你会希望越多人观看过你这部影片 来打广告嘛 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行销的 所以这个观看次数 他就要预防灌损 YouTuber他有这样子的机制 也就是说希望大家大概理解一下这个观看次数 所以您去看一下 像例如说这部影片49.3万 有时候我就在想一想 他介绍的东西都感受耳机音质的差别 就是这部影片他就去找了三个三个不同价格的耳机 然后让你听听看不同价格的耳机 所听到的音声音的品质的差别 你看就有将近50万人次的来去点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他这部影片他其实效果还蛮大的 所以这点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浏览次数的一个定义 你等一下你也可以去刷刷看 可是我觉得意义不大 例如说我再去点他 我是不是有两部影片 这个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 20秒吧 你看一下 20秒 讨完他就要变第三遍 20秒我们就 好吧还是快速的去播完 你看最后5秒是他的广告 然后重新整理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三遍了 好 所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看一下 你们的影片播放次数 会不会随着播完一遍就增加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这是播放次数 如果要让自己的YouTube频道 就是不断的有人来去观看 不断的有人来观看 不断的有人来订阅 好甚至来帮你按赞跟分享 那您必须要不断的去把影片放上去 一天呢大概放一步到两步 一步到两步 就是说这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 你看这是我10月1号放上去的 10月1号放上去 10月1号 10月1号 那在前面是不是9月30 9月30又放了几步 然后接下来 再往前 是不是 9月30 9月29号 我是不是又放了一步 然后9月26号放了1 2 3 4 就是有看到 就是假设愿意一天花一点时间 来做这几部影片 然后上传上去 这样子就可以真的达到 例如说订阅人数啊 就是慢慢的增加慢慢增加 这是我觉得我没有任何 我没有花任何的钱 然后去做一大堆的什么行销跟广告 然后我只是很务实的把我的教学 变成影片 然后一天可能上传一个平均 大概上传一个三四步 用这种方式 然后让我的订阅者慢慢的增加 而且他们也不会跑掉 为什么 因为他们会一直不断的 会有新知识的学习 可以吗 这是我想要跟你们分享 我觉得没有捷径 有的只有这一招 好 就是一天做个两三部影片 那我现在剪比较快了 所以大概花半个小时左右 我就可以剪两三部 大概十分钟我就会产生一步 然后这只是我很诚心的告诉你 经营YouTube频道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我比较推荐的 我没有花任何的广告费去打我的广告 好 这提供的门参考 那你们是不是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假设现在你不是登录你的 你登录到你自己的这个YouTube 那你要不要搜寻一下看一下我的名字 搜寻我的名字 然后请你去看这一部 为什么会看到这一部呢 因为这一部就是我最后放上去的 因为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理由很简单 就是 因为 YouTube会帮我把这一部影片 就是打广告打出去 这是他帮我打的不是我打广告 这是他帮我打广告出去的 所以他会把 如果说这一部影片是跟大数据分析有关的 如果当别人去搜寻大数据分析相关课程 就会看到我这一部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试着看一看 是不是能看到我最后放上去的那一部影片 31点 自动切割地址 什么 看懂 薪水增加1万 当我们今天 我们是不是制作好这个影片 制作好这个影片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接受挑战 接受什么挑战 让别人能不能找到呢 举例来说 我们就到 Google搜寻引擎 好 那我刚刚的影片名称叫做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的网站 我已经打了很多很多这个字了 有看到吗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 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有看到 所以点他 是不是就可以找到这部影片了 但是有没有可能再说短一点 例如说 假设他今天不是打国立阳明大学 他是打ymu 为什么可以找到 关键字 记不记得我关键字里面我要打ymu 好 那当然如果 如果 YMU网站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 可以吗 所以 请各位 稍微 站在 站在那个 使用网站的人的立场 来去思考 如何他下这个关键字 因为 当你今天在搜寻前打的字 这绝对都是希望你在关键字里面 已经打进去的 好 所以 如果说他今天打ymu网站 找不到 那建议各位 我们是不是 我们如何找到 好 点他 然后 这边 编辑影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 我们是不是 YMU网站 处存 然后接下来 您看一下 我在 这里 假设我现在回到google 然后我就直接输入ymu网站 还是找不到 我刚刚是用大写 应该也找不到 可是 可是我觉得找不到是有原因的 为什么呢 因为 YMU 这国立阳明大学 他有 只要是公交机关 他都有最优先放在前面 所以 我前面刚刚是不是 打了一个什么 如何找到 就 直接 挡掉了 他其实是去找那个 如何找到 就是 如何 找到 YMU网站 他全部都放进去一起去找 反正就是 请你把适当的关键字设好 我先介绍一下 我先介绍一下 当我在准备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想要推广的一个想法 让我们先知道一下 因为 如果说 大家一起来去做影片 把更多的影片让我们的民众看到 这样子 就是一个服务的理念 例如说 画面就用一下 我举一个例子 打开 Google的浏览器 Chrome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呢 我想要去申请户口名簿 户籍藤本 好了 我想要去申请户籍藤本 那我是不是在 Google搜寻引擎里面 来去找 在更久之前 在早期我们是用打电话的方式来电话询问 可是呢 后来慢慢的 大家 家家户户都有电脑也有网路之后呢 我们就用搜寻的方式 搜寻什么 户籍藤本 例如户籍藤本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Google的搜寻是这样子的 他会把现有的 收集到的这种户籍藤本呢 放在这里 而且您看一下 一定会先按照 就是 中华民国的行政体系 也就是说 总统府 优于五院八部 优于各地方县市的这样子一个排名 也就是说 您会先看到像 中华民国内政部 然后可能下面也会看到 各县市自己做的 户籍藤本的申办方法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都是一个文件 可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呢 Google它是这样子的 它除了文件 它也会尽可能把YouTube上面 现有的影片放在这边 它又要去看说 那个影片被 例如说多少人观看 来去决定 那在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是不是都只有看到文件 也许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页 看一下第二页 还是没有影片吗 第三页 刚刚没有点到第二页 好 我点下一页好了 还是没有影片 再下一页 您看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影片 那我想请问一下 您觉得如果有文件在这里 跟影片在这里 您会想要看文件还是影片 影片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应该来试着去把一些公务 公务宣导的一些办法呢 做成影片 然后让民众搜寻的时候 能够找到 您喜欢看影片 当然我相信民众也是喜欢看影片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 把这样子一个观念告诉大家 所以我们就开了一个叫做公务影片制作 而且呢 我们把它做成 例如说YouTube频道 然后这个频道 要如何推广 如何经营管理 好 那您看一下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这一个线上申办 电子户籍藤本教学 有看到这样子的字样 那我们就直接到YouTube那边来去看一下好了 我现在到YouTube我就以户籍藤本 去输入这个关键字 看看它的相关的影片 好您看一下 这边户口名不改版 银本 可取代户籍藤本 可取代户籍藤本 什么什么 OK 在这个地方呢 例如说 我们来去看一下 这一个好了 这个 线上申办电子户籍藤本教学 就是 教民众如何去申办电子户籍藤本 您看一下 您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它是由永和护证 永和护证来去做的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它应该大家都知道 永和应该是新北市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 我一定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我们今天我们来学这个课程 而且我们一年开五批 这是第五批次 那我们有很多的人 还有机会 可以来上这门课程 是不是您回去 也可以从你跟你的同事 就是询问一下 有上过这门课的长官同事 然后两三个人 然后成立一个小小的团队 我们来去制作 把您单位里面的一些 就是 应该说是 民众必须要知道的 申请资料的一个流程 把它做成影片 一个礼拜也许做一片 您就会发现 这都是可以建立 就是说 我们政府的一个 政府公家机关 一个形象 形象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您看这个 电子 线上申办 好 那我们稍微看快一点好了 速度这边 您 您看一下 就是它的声音 旁边是不是会有那个环境音 有听到 这没办法 好 我只能这样讲说 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去控制我们的环境 因为我们不可能找一个录音室来去做这件事嘛 好 你看 它就是一张一张的一个画面 然后一个人在那边说 那我会觉得说 就算我们不说也没关系 你就变成把这一张一张静态的画面把它抓起来 抓起来完毕之后呢 去做什么事情 加那个文字 就是 左下角去加一些文字 像这边它主要就是要讲说 那个 申办 作业执行完成之类的 好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 您用我之前教您做影片的方式 也可以做到这样一部影片 那 我们当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这边有看到 嘉义市地震事务所 他的一个影片 自己的谈本 自己请 有看到 好 所以真的很诚心的 希望你们有这样 就是来上课学到一些知识 然后 我们 舍我其谁的这样子一个心态 我们来去多做一点就是便宁的一个事情 像现在做影片 这绝对是一个便宁的一个服务项目之一 我要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说 假设我们今天呢 我们 是不是做好的影片 我们应该会希望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的影片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人观看 怎么样让影片可以让更多的人观看 我就必须要先举我的例子 我先举我的例子给各位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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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的影片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宣传 也不能这样说 就是说 我可能在上课的时候 我会告诉大家说 你看 我 我的一个影片量呢 有1800多部 我就会告诉我的学生 我有1800多部 有40多种不同的主题课程 然后 放在YouTube的频道上面 这也算是一个宣传啊 那我现在呢 我 要 开放给你们看这件事 就是说 影片的那个 浏览的次数 就是这个 观看次数 观看次数 就是说 例如说 这 这边所放的是 最近28天 有7万次左右的一个观看次数 那平均 我们就算30天好了 那这样的话 一天大概会有2000多的人次 好 就是 如果30天的话 那这边总观看的次数是7万 那大概就是2300咯 好 我们点一下 可是呢 我要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 总期间的一个概念 就是 一刚开始的时候 我的影片 也不是 就被 一天就有2000多人来观看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一刚开始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这件事情就是 总共我现在观看的次数已经破70万了 您大概去思考一下 因为很多人关心这个观看次数的原因是因为 大概1000次 1000次左右 会有一块美金的收入 那也就是 70万次 大概会有700块美金的收入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换算法 你也不要去了解太多 你大概就知道说 1000次大概约等于一块美金 就是Google公司 他会给你的广告费 他会给你 就是他从那个 跟广告商收到的这个广告费呢 他支出一点点来去给你 可是我们不是为了 就是那个广告的收入 而是如果说你今天你做了一支影片 你是不是希望说有很多人来观看 你看一刚开始的时候观看次数0次 有很多天都是0次 等一下我们就要去看我们那天做的那两部影片 基本上 就是 这一个小时没人看 上一个小时也没人看 几乎都没人看 好 这是正常的 您看 这边2013年10月 大概有2013年年底 那个时候开始放上去 可能放一部影片 两部影片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偶尔 你看经过了三个月后 这一天 3月4号应该是半年后了 半年后才几个人看 就是我的影片有人看了 看了几次 这边观看次数 那你有没有发现 大概在2015年的什么 8月 也就是2013年10月到2015年的8月 这几乎都是平的 对不对 等一下我就是要教你 那在这一段期间 基本上几乎都是很少的观看次数了 有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人看到您的影片 这是不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搭配一些LINE来去做行销 所谓行销就是增加我们这部影片观看的次数 不然我们做出来的影片你看 因为我坦白说我完全没做行销 是不是整整两年就几乎没人观看 那什么时候会有人看呢 难道说这两年我都没有再放上去影片吗 有的 然后这两年期间 我有到处就是一个月会有几天去外面教书啊 所以我也都会跟大家讲 可是你看观看的次数是不是很少 你其实就像我们今天假设我们家是卖冰好了 你不能靠邻居来捧场 你还是要靠什么 广大的其他的消费者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你有没有发现大概在这边开始慢慢的就会有成长了 而且呢 这边的一个成长 有一个叫做网络的肠尾的效应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区间2015年10月到2016年的5月 大概他的一个我们讲这个斜线这个趋势线哦 他的斜线的一个斜角紧接度那个角度不是很大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一段 这一段的话大概有30度 这一段大概了不起10度 这边大概到30度了 那这边来去看的话是不是又更陡了 大概40度 当然会希望是乘90度的上升啊 对不对 最好最好是90度 但是呢 这样子的一个成长 那是因为做了很多的影片进去 做了很多影片 再加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你的订阅户数 我也不知道像昨天20个人订阅 那这20个人我都不认识 是 而且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 好 所以 为什么会 就是说 嗯 这样子一个上升 这样一个上升 就是 我等一下大概把几个可能的原因告诉你 就是说 怎么做会让自己的这个观看次数增加 好 第一个 你要持续不断的放影片 例如说一天放个一片 或者一个 两三天放一部影片 你不能说 一年放一部 这样的话 基本上效果不是很好 再来 就是一个礼拜放一部影片 或者是两三天放一部影片 再来 这个网站它的一个订阅户数也很重要 所以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订阅户数好了 订阅户数应该是 这个订阅人数 好 呃 我们来去看一下这个订阅户数 一刚开始根本就没人订 没人订 那为什么后来这边会有人来订呢 当然就是别人觉得说 你的影片好像不错 他就会喜欢 所以来订阅 你看一刚开始的时候 零个居多 然后一个 好 那后来慢慢从这个地方开始呢 大概每天会持续有两个 两个左右 然后再过来一点点 这边大概有三个到四个 五个六个 然后再过来慢慢是不是大概七个八个 然后月后面是不是十个 我现在大概平均有十个左右的一个订阅 那这些人订阅 就会变成你忠实的粉丝 因为 他会收到 你有新影片的通知 就是说 当我今天我有影片的时候 新订阅户 他就知道 哦 我有新影片上去了 所以请问一下 我们是不是做出来我们公布的影片 是不是会希望 市民来订阅 而且 当你今天有一个讯息发布出去 市民就立即知道 你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好 例如说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假设有一个新的法规的宣布 这个时候呢 这个市民如果他想要比较急 比较早的知道 这个时候 我会觉得说 那如果你把这些影片做好 那个市民来订阅你 这样子的话都及时就知道 所以我觉得像里长 他一定要来订阅 那情敌当事你要做很多影片 再来 我刚刚说持续做影片 第二 你要想办法增加这个订阅数 所以你的影片要有一定的水平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 我看过有一种影片 他们就是把那个广告 广告 然后重新拍一遍 那例如说 什么 养乐多 什么 喝多多 什么之类的 他不是两个小朋友吗 然后 见到 他们没有那个见到服 跟那个见到 他就用哨把 来去取代 然后两个在那边 就是鞠躬 然后说什么 请喝统一多多 什么之类的 这也可以当作是一个影片 好 或者是说 我也看过有些人 他就去下载别人 像周杰伦的音乐 放在自己的网站上 可是我会觉得说 因为这会牵涉到很多 智慧产典权的问题 所以呢 我会觉得说 你还是要想办法 就是做出 我觉得内容是不错的影片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第三件事就是 你还是要回归 除了做影片 还有想办法增加这个订阅故数 再来 我会希望这个时间是要缩短 怎么缩短呢 那就要结合一些LINE的行销 或者是脸书的行销 就是让好友推荐好友 就是我用LINE行销的目的 就是用好友推荐好友 稍后我再跟各位分享 这些都可以让我们的一个影片数量慢慢的增加 对不起 影片被观看的数量增加 还有订阅的人数慢慢增加 当然 只要我们这些前期的努力做好了 我们现在假设 假设就算我一个月完全不再放任何影片上去 我的订阅特数还是会再增加 因为我的影片全部都先放在网路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思考到做出那个影片的品质是很重要的 刚开始我做影片也不是很好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慢慢一直不断的进步 这些订阅的人呢 他就是会就是来喜欢你的影片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当我们今天一部影片 大家应该有印象 就是 例如说 我这边介绍如何上传影片到YouTube 有些人这边关键字 他会打一大堆奇奇怪怪的 举例来说 现在假设影片什么 Starship 很流行 他就直接在这边去打Starship 他如果现在很流行什么007的电影 他这边就打007 就是方便让别人在输入007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这部影片 可是这部影片真的跟007是无关的 真的有人这样做 再来 再来 我看到有些人 他会 把这个名称变得比较爽动 举例来说 举例哦 好像来去帮你做代言 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好的一个行为 因为他并没有同意做这件事 还有就是 因为这个名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重点 当然 然后再来 有些人 他会去买广告 我有看过 有些人为了创造自己的品牌 所以他去打广告 像那个Google公司的AdSense 他有付费版 就是说你去 他就帮你到很多地方打广告 因为 当我们今天去看有些人的影片的时候 是不是会看到一些广告 就是正因为看到这些广告 所以 所以他也花钱去买这个AdSense 再来 还有 真的有些人他为了要有那个浏览量 干脆他做一些很特殊的行为 举例来说买了一台iPhoneX 直接把iPhoneX摔到地上 然后同时创造出来几十亿的一个浏览量 因为我说浏览量会跟什么有关 是不是会跟就是 Google公司给我们的广告的那个广告费是有关的 所以 真的有人他就会去拍一些比较特殊的影片 也许你会觉得说他好浪费钱 你觉得他在浪费钱还是赚钱 赚钱 再来 我还要再告诉你们这个部分 业配文是很重要的 有听过业配文吗 不是业欠文 不是业欠文小姐 是业配文 业是事业的业 配是配合的配 文文章的文 简单说就是透过写手 写我们写 就是写这一段话的人 我们有一个就是叫写手 就像你们现在拿什么YouTube 我觉得那根本就不是在看新闻 根本就在看那个业配文 里面就是就是会有很多的广告 只是他把它做成有点像新闻的方式 那相对的我们的影片 你也可以透过也许像 请部落客帮你写文章 这都是要花钱的 还有业配文的方式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让我们的影片 有更多的人来去观看到 所以我刚刚介绍了这些方式 就是仅供大家参考 就是后面这些 这都是你们大家听听就好了 可是我觉得最扎实的 我比较推荐的就是 第一个你每一周或是每两三天 一定要生产出一部影片 再来影片的内容一定要是优质的 一定要是优质的 而不应该是就是华众取仇 然后再来那您如何跟这个订阅的人培养关系 培养比较好的关系呢 举例来说 这些你有没有看到 他就会跟我讲说什么 现在什么什么东西 然后像例如说 这个人他看了这部影片说 太谢谢啦 我妈妈也可以看乐剧了 然后接下来他会说 我这一部影片里面 他说不是学那个样本 不是学样式 而是要去学网页 然后接下来他告诉我说 那请问如何进行不规则影片的 才些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是这些人他会留言 留言你都尽可能尽快去回复他 回复他 这都是可以跟我们的那个 订阅订阅者之间建立比较好的互动 当然 再来就是结合我后面交的LINE行销了 LINE行销 因为您就是要想办法 增加自己的影片配更多的市民 更多的网友 或者是大陆 大陆人称这些人叫做小伙伴 就是这个频道嘛 我是不是会有很多人来订阅 所以他就把他们叫做小伙伴 这些小伙伴怎么样去建立良好的互动 我还是想要再推荐另外一个同学的频道 给你们参考一下 就是公务影片 公务影片 我这边不涉及伤害 我只是希望说有更优质的影片产生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班的一位同学 他姓杨 我真的很尊敬姓杨的人 因为我的指导教授就是杨永正老师 正因为他在国立阳明大学 我加入杨梅 我天天来回通车 真的 而且已经六年多了 你看 我蛮喜欢他这个频道 因为我喜欢这个频道的话 我是不是点订阅 所以点一下 透过行动的方式来去支持他 第一个就是订阅 等一下 跑不出来 好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看到 上传的影片 全部播放 您看一下 他做的影片内容 他是怎么做影片的 他就是 拿手机或者是摄影机 来去拍 拍什么 你看这边有一个 世大运 竞舞比赛 站 对不对 这是影片的名称 可以 你看他是不是做了 就是说一个 舞蹈比赛 好 我在这个地方 我以我自己个人的一个经验来告诉你们 有几项要去做修改 虽然这个影片有19个按赞 例如说我 我已经登录之后我也可以去按赞 可是我的一个想法是 我希望好还要更好的一个立场 所以 希望就是说 杨同学 您听一听 例如说 第一个 第一个 因为这个主题很明显就是 大安区四大运主题曲竞舞比赛 好 那我们 他是 假设他是第一名 我会 我会刻意的 刻意的把 这个第一名都放在这里面 就是有 更多的资讯 而且要 别人比较想要去看的 例如说 假设我们有 10个队伍来比赛 他是第一名 这样会更加的 引起别人想要观看 所以呢 我就会把这个四大运 竞舞比赛 第一名 然后 把这个明示放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的话 别人会觉得说 这不是那个随随便便的影片 好 再来 我会希望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分享 分享 我就会把这一段影片呢 分享出去给我的脸书 或者是LINE 的朋友 来去观看 好 当然在这边分享 并没有LINE 可是他有复制连结 复制连结的话 你只要贴到LINE去 他就会产生 那个影片的连结 再来 再来就是 在这里面 在这里面呢 我们应该看不到任何的影片说明 这边是没有任何的说明 您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我的影片 每一部影片我都有说明 例如说昨天晚上我放的这一部影片 您看一下这是影片的内容 然后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影片的说明 然后显示完整的资讯 还蛮多的 好 所以影片是要说明 可以 我想 我想你们大概知道 是说明什么 再来 很有可能他 连没有说明 那请问 会不会连关键字也没有 会不会连关键字也没有 好 当然我们这边是看不到他的关键字 不过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可能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一定要有说明 因为说明是增加影片被浏览到的可能性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会就是有这几个建议 然后这样子的话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影片观看次数 再增加 好 您看这是2017年5月20号 他就 有了 3000左右的一个观看人次 所以这个影片被观看到的一个几率算是蛮高的 您看哦 今天假设是10月 好 我们就算是5个月好了 5个月的话 一个月也有500多次的观看量 这样已经算是不错了 当然我们还要好还要更好 那这只是 就是请你们如果说日后 假设我们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呢 您也可以学一下我们杨小姐她这边所做的一个方式 架好脚架哦 架好脚架 然后放到那个就是把影片呢放到YouTube上面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称好 还有像她第一部啊 第一部 她拍了一些照片 然后透过小影这个APP 她是用手机哦 手机就可以快速的去做成这样一部影片了 好 我觉得也都是蛮不错的 希望我们除了这个四大运可以做这些影片 因为我想像杨小姐她在她在去工作嘛 那我们应该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也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当然更重要的我觉得除了影片影片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那个申办流程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做成影片 这就是我们希望你要知道的那我们接下来我还是要请你们开始动手来去做了去做什么呢 像例如说类似像这样子影片其实我们都可以再去做编辑修改 我接下来我想要教你们这件事情就是 当我今天 先登录我自己的一个 上次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自己的名字的YouTube频道经营 好 点选确定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自己的这个创作者工作室 然后接下来去浏览频道浏览自己的频道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这个频道有上传的影片还有什么建立的播放清单 喜欢的影片等等这些 可是我要请你们学会编辑编辑编辑自己的一个频道 我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今天我换我换IE来去给你们观看一下自己的频道哦 自己的频道长什么样子 例如说 刚刚我那个频道呢 我现在透过IE来去观看 我现在用IE来去观看这个频道嘛 点一下他 然后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上传的影片 就是知道这一个人他这边 他这个整个频道有上传的影片 还有两部影片上传 然后还有已经建立的播放清单 这边有一个播放清单 就结束了 那这个画面怎么样去编辑 这是我们现在要来学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麻烦请你们先登录 我刚是用Chrome来去登录 麻烦请你们先来登录自己 登录到自己的YouTube频道 这边点选创作者工作室 然后接下来请点浏览频道 然后您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上传的影片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 这边有已建立的播放清单 是不是就结束了 那我们我要教你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 可以吗 等一下我们要教你编辑版面 所以请你们现在先登录到自己的YouTube频道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为什么我第一部分放上传影片 第二部分放清单 因为真的别人到我的频道上面 他最希望看到就是说 看我介绍哪些主题类别 课程主题 例如说也许他想要学Word 他就直接找这个Word的清单 那还有就是他可能想要知道我最近上传的影片 所以我分这两个 那怎么做到 在这个地方点选编辑版面 编辑版面 点下去之后我先开到最大话 编辑版面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到说 例如说自己的频道的名称 然后 现在是 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去进去来去看 好 是以本人 现在是以本人 那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两个 一个是新访客跟回访的订阅者 我现在我只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所谓订阅者就是我的 等于说会员 那新访客就不是我的会员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这边都不用去做修改 我们来看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回访的订阅者跟新访客 我们现在预设是在回访的订阅者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新访客 所以这边就两个 我们都要学会怎么样去编辑 第一个回访的订阅者 回访的订阅者在这个地方 我会希望说他接下来可以看到什么 他接下来 他可以看到一部我推广的影片 我这里面只有两部影片 对不对 我这个频道 就是孙在阳之YouTube经营 在这里面只有两部影片 所以呢 我们如果不是放这一部 就是放另外一部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可以编辑 你就点这个编辑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边我可以选择什么 精选内容 或者是预设内容是近期上传 就是我最近上传的一部影片放在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个样子就点完成 所以你看 刚刚我现在是先点取消 所以你看 我刚刚 我因为有两部影片 我第一部影片是不是这一部 第二部影片是不是如何找到 活力阳明大学网站 所以他是不是就以什么 近期最近的那一部放在这个地方 所以您看一下 点这一个 好 是不是看到近期上传 当然你还可以把自己的活动 放在这个地方去建立活动 好 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不设了 这个部分我们不做修改 我们要讲的是新增版面 什么叫新增版面 新增版面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当别人移到我的这个频道 好 移到我这个频道 移到我这个频道 移到我这个频道呢 你有没有看到这上面 这上面是不是有上传的影片 这是怎么做的 好 点选新增版面 新增版面这边 内容 内容 请选 这个上传的影片 为什么先放那个上传的影片 就是最新的影片 他会放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一样看到最大话了 就是内容这边显示什么 上传 这边有很多种选法 一般我们都是选什么 上传 一般不是选喜欢的影片 因为当你今天放喜欢的影片的话 你可能会喜欢别人的影片 像我刚刚就喜欢杨小姐 她做的那个四大运竞舞比赛 那个如果我点了喜欢 她就会放来这个地方了 可是那个地方喜欢的影片 是别人的影片哦 不是自己网站的影片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我点完成 这边还有一个排列的方向 我们一般都是水平的排列 喜欢的影片 然后点选完成 那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只有两部影片 所以她这边左右排列 这边上传 再来除了上传以外 我是不是还可以再新增 像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有已建立的播放清单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再新增一个版面 已建立的播放清单在这里 播放清单的第一个 然后排列的方式 一样是横向排列 这边因为我只有一个 这边我只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清单 所以这边只有看到这个 使用工具介绍清单 然后点选完成 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就有 这一个上传跟这一个 那个清单 这两个选项 设定完毕之后 设定完毕 就是回访的订阅者 那新访客呢 新访客有看到 新访客在这个地方 有看到吗 也可以去做新增版面 因为原则上刚刚设定的内容 会在这个地方也出现 新访客 刚刚我们是不是设定那个 回访的订阅者 跟新访客 新访客这边也会出现 这个时候 您用你的手机来去观看 就会看到这些内容了 例如说我现在呢 我这个地方已经设定完毕了 设定完毕 就设定完了 也不用什么 储存或确定这件事 可以喔 甚至我还可以再新增一个 就是如果他是新访客 他不是我的访客 我可以再新增 然后您看看 你还要再新增什么 例如说有些人他会推广另外一个频道什么之类的 或者是有些人他会喜欢推广一些活动 好 这边您都可以再去做一些 就是说其他的影片 好 这边我就先按取消咯 新增版面 然后让您的频道 稍微丰富一点 而不是就只有 就只有一部自己曾经做的最近的影片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那我们自己的频道喔 我们再来观看一下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输入自己的频道 我现在是透过IE 我现在是透过IE 然后这边IE 连到自己的孙哲扬之YouTube经营 这个频道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可以看到上传的影片 以及什么 已建立的清单 各位我们曾经有谈过Creative Commons 所以C-R-E-A-T-I-V-E-C-O-M-M-O-N-S 台湾创用CC计划里面 有很多很棒的图片 而且是不用钱的 但是 我们还是要遵守他的这个CC的原则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这里面大概了解了他的 他的一个 例如说点选这个创用CC缆年包 他这边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CC是什么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去找好看 我们想要找的图片 找到图片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去搜寻 马上搜寻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我想要找 找什么 那个 电脑学习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授权的方式 授权 找 这边有 Google的图片嘛 那还有Freaker 我建议是找这个 网站 Freaker的话 它的图片 比较多而且比较专业 还有一点就是 他比较 没有那个 像Google有很多图片都很小 好 然后点选 寻找 那他接下来就跳到这个Freaker 然后把这个主题呢 相关的图片就会呈现出来 正因为他的图片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呢 你网路跑得比较慢 他就会 比较不好跑出来 你看像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这一张图片好了 这一张图片 这些图片 可能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他现在找出来了 1万张左右的图片 是不是可以把它切换 就是因为我们说 CC大概有几有不同的限制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点选 就是切换说 我们要符合哪一种的方式 在这个地方是可以选的 好吧 那我就 因为在这个地方点下去之后 他下一个画面 他就是有几种不同的尺寸 可以让你去做选择 包含大的图片 好 例如说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 你看这边有一个下载尺图片 那这边是不是就会有那个 就是 图片的尺寸 他有很多种不同的图片尺寸 可以让我们去做选择 例如说 我要下载这一种图片 就是点选下载之后 点这个 原本的尺寸 这尺寸就一定够 我们刚刚在YouTube里面使用 好 然后下载 我这一张图片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下载的图片 是放在下载这里面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 回到刚刚这个地方 从电脑中挑选一张图片 去下载里面找这张图片 开启 图片的限制 他希望越大越好 但是档案大小是6MB以内 好 那在这个地方 你就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我的频道图片 在不同装置上面 看起来会讲什么样子 比如说在电视上面看到的话 因为频道在最上面 他在这个电脑里面 他大概只能看到是这样子的内容 如果是在电视上面看到的话 是讲这样子 在手机上面看到 只有在这个地方 只能看到是这个内容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调整一下 调整 所谓调整的话就是 我可以去强调我要呈现的位置 比如说我要强调是这个位置 好 然后接下来点选 这边我调整好了 就点装置上的预览效果 就是可以看到说 频道在我的那个网站上面 频道大概是讲这个样子的图片呈现 最后点选选取 然后他就把刚刚我抓的那个图片呢 就放来这个地方了 我觉得也顺便交一件事情 交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假如说 假如今天 您想要跟YouTube去做联系 好 例如说 好了 我想要去跟YouTube反应事情 请问您觉得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一定要先登入 对嘛 你不登入的话 大家都可以去留言 这样子的话 我想YouTube公司 他可能会不太帮您处理 因为他根本就找不到你是谁 如果您要跟YouTube去联系一些事项 那是不是应该要先登入 登入完毕之后 登入完毕之后 假设我们先来去看自己的首页 自己的首页 这是我现在我自己的首页 这个广告是没办法 一定会呈现出来好 就算我点那个关闭广告 到时候你可能再重新登入 看自己的首页 可能又会跑出来 我们现在看最下面 最下面 好 例如说我现在用IE来去看 你看这下面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 提供意见 有看到吗 有 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你在网路上 你有一些事情 你要跟对方去做一些联系 你这样子直接提供意见 直接提供意见的话 他可能会希望你 附上荧幕截图什么之类的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因为可能很多人 假设今天你要去跟YouTube公司反映说 为什么我的影片 或者我的音乐被人家使用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要去提供意见 可是 你要去哪里去撰写这些的文字内容 一定是在最下面 这个意思就好像说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找 中山区护证事务所好了 那我要去反映事情 请问是不是到他的网站的最下面 他可能会放什么 地址 电话 是一样的意思 因为现在是网路的平台 所以基本上下面都会有类似这样子的意思 提供意见 你就可以直接点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反映什么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说出你的想法 还有附上荧幕截图 附上 所谓附上荧幕截图的意思就是说 例如说 例如 好 我现在我想要去说 说一件事好了 好 例如说 这是我现在的荧幕 对不对 这是我现在的荧幕画面 您看到是这样子 例如说 假设 我今天呢 我这边是不是点选 这个提供意见 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张图 我们放大一点来看 例如说好了 我 根本不应该我在别套地方来去打字 我现在打字 因为网路的关系 所以打字打出来都怪怪的 好 例如说我现在 在记事本里面 我就告诉他说 我想告诉你一个很棒的网站 我想告诉你一个很棒的网站的频道 应该是频道才对 好 例如说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 荧幕截图去看一下 他已经帮你截好图了哦 就是假设你打勾 他已经帮你截好图 截什么图呢 就是刚刚 刚刚看到的那个画面 可以了解吗 这个内容就是刚刚那个画面 然后接下来 你就直接点送出 可以吗 你就把你的宝贵意见送给YouTube公司了 比如说我现在 我想要把自己的一个影片 分享出去 也就是说让更多的人看到嘛 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一定会想到就是分享 所以做好的影片 如何分享出去呢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 是不是曾经做好了一部影片 我们先大概看一下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 所以我们先点 创作者 工作室 然后接下来这部影片呢 比如说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六次的观看 你大概稍微记住 反正就是各位数 反正就是各位数就对了 各位数 然后 这部影片 我如果想要让更多的人看到 所以第一招 我当然就会 把这部影片 分享出去 分享出去 那怎么样分享这部影片呢 我分享另外一部影片好了 怎么样把 刚刚 刚刚我的 例如说 我想要分享这一部影片 现在这部影片有15个人次的观看 那如何分享出去呢 好 我们现在就来点选使用手机 使用手机下载 YouTube影片的超连结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分享 分享 我 可以分享到什么 脸书上 Twitter Google家 Vlog 还有这些 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在国内 比较不红 可是最重要的地方 稍微发现一下 这边没有LINE 对不对 这边没有LINE 好 我们假设先分享到脸书 那脸书的话 我是不是要先 去输入自己的 就是先登入自己的脸书 这就是我脸书的帐号 密码当然就不能告诉你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要说个话 说个话哦 比如说 这是不是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我这样子分享出去就可以给我的脸书上面的好友看到了 除了我的好友可以看到 请问一下 全世界的人 是不是也有可能看到 记住 一定要在脸书上面加TAG 加TAG 全世界就看得到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当然 您最好是下一个标题 例如说 我的影片叫做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那很多人就是直接把这个名称放上去 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是一部 是一部很实用的工具 那最好前面就是说 您知道手机也可以下载YouTube影片吗 然后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然后使用手机下载YouTube影片 这部影片是一部很实用 对不起 这是一部 一部怎么会是工具呢 是一部很很实用的影片 是一部很实用的影片 可以增加你的知识之类的 你都可以这样子打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那我还是要强烈建议你们 一定要加TAG TAG 我们现在是TAG的时代 人家可能会 因为TAG 找到你的影片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TAG的用法就是加警字号 Youtube影片 然后空一格 空一格 空一格的意思就是TAG的结束 好 再来 警字号 例如说 那个手机 这是手机下载影片 好这样就有两个TAG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点什么 发布到Facebook上 那谁会看到我的内容呢 好 这边我们就直接关掉了 谁会看到我的影片 谁会看到我的内容呢 我现在要去打开我的脸书给你们看一下 因为没有什么秘密可以给你们看啦 所以 直接打开给你们看 你看 我刚刚发布的 当你点选自己的名字 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动态 自己发布的 或者是按了谁的影片的站之类的 你看我刚刚打内容 是不是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可不可以点赞 当然可以点赞 我就直接点赞 对不起 我就直接点赞 那还有等一下会有谁点赞 通知里面会告诉我 通知里面会告诉我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反正就是 我大概有六七百位朋友 但是至少有一成人会来点那个赞 可是有一种情形 不会点赞 就是当我今天发布说 大数据分析工具很好用 请大家努力来去学习 按的人就比较少了 好 那当我发布那个 哪一部电影很好看 就有很多人来按赞了 好 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你看这边 通知 通知 你看他说这个人跟这个人来按 我刚刚发布的这个影片 好 那我就先暂时介绍到这个地方 暂时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好 请你们现在来去把自己的影片 发布到 发布到脸书上面 分享到脸书上面 因为当我们今天我们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影片分享出去 我们其实也可以透过LINE的方式来去做分享 可是当你点了分享这里面 并没有看到LINE 那LINE要怎么做呢 首先其实我们LINE是透过它里面的复制 就是我要取得这个影片的连结网址 你会不会取得这个影片的连结网址 也就是说当如果你今天用手机的操作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一个复制连结 好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内容了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复制 好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就是点选这个分享 不是有这个网址吗 复制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 接下来我现在呢 我想要请你们先学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有很多同学问我 LINE如何下载 好 因为我现在是要透过 目标是为了要让你们知道 LINE如何去分享影片的网址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学一下 LINE如何下载跟安装 当然这件事情你只要看我做就好了 首先LINE的下载就是直接输入 LINE下载 然后点选Enter 因为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什么 LINE的电脑版下载 我现在要教的是LINE 如何在电脑上面安装LINE 记得要认证哦 好 那这边 这边什么LINE 电脑版下载 然后接下来 请选择这个LINE 电脑版官方下载 官方 因为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错误 像 或者是 漏洞 或者是 一些 真的是病毒 骇客 例如今天早上我就说到 因为我的很多的 我有一个中华电信账户 他就跟我讲说 麻烦请更改登入的密码 然后我看到都是简体字 中华电信怎么会给我简体字 而且问我旧密码是什么 听得懂我现在跟你们讲的事情 像这封信的话我会觉得是不是 看一看就知道是一个诈骗集团 所以呢 我还是比较相信那个官方 官方这件事情 LINE 电脑版官方下载 点我下载 然后 这一个画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 因为很多同学虽然找到了官方下载 点我下载 可是到这里面他还是搞不懂 到底要下载什么 事实上我现在要点的是什么 点的是这一个PC版下载 可是这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download 你有没有发现 结果download什么 local chain bus schedules 另外一个可能是APP 这叫广告 我现在是要下载LINE 不是要下载这个当地火车公车的时刻表 所以在这个地方很多人他可能就会点了这个download 当然 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是要点这里面 例如说软体名称是LINE 然后我要点的是什么 这个软体下载PC版下载 点他 然后他现在是不是就下载下来了 好 我只是要特别跟一些老朋友分享一下 因为很多人真的会点这个download OK 那接下来安装我可能就不交了 我先做电脑版的登入 电脑版怎么登入呢 好 那因为我下载好了 我就先打LINE 然后接下来快点两下桌面上LINE 然后输入自己的密码 您看一下哦 就是手机上面可能会出现一个说什么 LINE系统提醒您 您目前已经登入LINE PC 登入中的装置是什么 若非你本人操作登入上述装置 请尽数透过下方路径 将装置登出 并建议您重设密码 可以了解哦 他这边 他有一个机制就是说 你就透过一个什么什么路径 然后去把现在 这一个登入的动作变成登出 好 然后再去换密码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让别人怎么样 不能够去取走你的很多的资料 好 那我现在呢 刚刚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教各位 就是影片的分享 所以刚刚点这个分享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有这个网址 我们重点是要复制它 然后接下来到LINE里面 我们要点选是这一个 刚刚是 这个 好 然后直接在这边 我就直接输入 比如说 电脑秘迹 就是好像告诉 告诉我的会员 有这样一个电脑秘迹 YouTube 影片下载 手机版 手机版 YouTube影片下载 通常我会 把网址放到下一行 就是我准备了一个影片 我不希望给他们看太多的一个文字 就只要标题写得清楚一点 然后一个网址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按Enter 你有没有发现到 就是说 你等一下可以看你的手机 手机上面 就会出现 这个电脑秘迹 冒号 手机版YouTube影片分享 那这个时候 一般 我们大家拿到手机 看到这个讯息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会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接下来 我们是不是 在手机上面 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手机 是不是点一下 我们就可以去做什么 影片的观看 那请问 这样子的一个观看 是算YouTube的观看 还是LINE 自己里面的影片的观看 这个的重点是在于说 那个浏览次数会不会加上去 答案是会的 答案是会的 可以了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LINE 这个LINE可以看到影片的内容 可是这个是LINE自己本身的播放器 就是说 当我点了一下它 它 有看到吗 因为我现在是桌机 它是不是就直接跑回来这个YouTube 可是如果您今天你是使用手机版 手机版 它手机内建了一个影片播放器 好 所以这点是不太一样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它的影片的播放次数 到时候它会加进去 就是 刚刚是不是15 可能是经由我的一些 脸书上面的朋友 是不是 来观看过 这个次数就会增加 然后还有呢 我现在发布出去 这个YouTube 然后是不是可以让这个观看次数增加 所以 这两种都是一种行销的方式 因为 为什么我们要交这一段 就是说 我们做好的影片 是不是希望有越多的人观看 越好 所以你就至少可以先行销给脸书的好友 就是也许是你粉丝团的粉丝 或者是YouTube影片分享给LINE LINE里面的那个会员 群组的群友 大概可以了解哦 那麻烦就请你们就是透过我现在的这样子一个内容 然后把影片分享给LINE上面的群友 有影片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例如说 我现在呢 我先到YouTube 到了YouTube之后呢 我当然想说去下载自己的影片好了 例如说我想要去下载这一部影片 如果你想要下载 碰碑碑的影片 或者是谁的影片随便 请在这个Y Y O U T U B E的Y 这个字前面 请输入S S 就两个S 然后Enter 就是Y O U T U B前面 打两个字 S S 接下来呢 刚刚那一部影片 刚刚那一部影片呢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选择你要去下载音乐 而且 那个MP3就是音乐 或者是 这边有看到MP4 一般我们这边就是下载MP4 然后点选download 那如果你有网络速度很快的话 就 这边应该很快就可以下载好 好 那这部影片呢 还有一点长 这部影片还有一点长 280MB 280MB 你去看一下 刚刚从SS 这边输入进去之后 跳到这个画面 然后接下来 你点这个download 是不是很容易的 就可以下载这部影片